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丧尸危机 不过一天的时间 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人间恋女 这就是《猪窝童》作者 含剧《甜蜜家园》的圆漫画 家 几天前我在日历上写下自杀的日期 在存款用光的时候 我就离开这个人世 这时手机传来了短信 是我买的泡面放在门口了 可我推开门出去 却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楼道里满地狼藉 我的快递被拆得粉碎 鼻地的垃圾伴随着血迹静止通向隔壁 我刚想出声训斥干嘛偷别人的东西 伴随着一阵低沉的伺候与举嚼声 一个沾满鲜血的猫像圈滚了出来 接着一只形容哭稿的手慢慢伸了出来 缓缓地拿回那项圈 接着举嚼声再次响起 我吓得赶紧冲回家 锁好门躲在床下瑟瑟发动 父母妹妹因为车祸离世 我失去了所有家人 把房子卖掉后 我拿着仅剩的存款搬进一家老旧的公寓 我想起隔壁那个拼命减肥的女邻居 就养着一只猫 这是隔壁传来房门打开的声音 老旧木门的枝亚声在黑夜里格外刺耳 不一会 高跟鞋的声音传来 越来越近 慢慢地停在了门口 然后门铃响了 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说她家的猫不见了 房间里也乱七八糟 还看见满的的鲜血 我打开可是电话 确实是隔壁的邻居 此时女人还在不停哀求 让我快点开门 可想到刚才那个场景 我哪敢开门 我提出 我能看看你的手吗 听我提到手臂 那女人明显愣了一下 接着开始猙獰起来 鼻子疯狂流血 眼睛也变了颜色 嘴里不住地喊着 肚子 好饿呀 这个变态的女人生吃了自己的猫 现在又把我堵在房间里 不住地拍打着方门 她逐渐扭曲的面孔 鼻血一股股地喷涌而出 一双干柴的手扒上摄像头 伺候着叫我给她吃的 就在这时 楼上传来吉他的声音 那个该死的邻居 每天就会弹她那把破吉他 门外的女人这时也被声音吸引 叠起嘴疯癫地向楼上跑去 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远 那该死的吉他声还是没有听 妈的 你会没命的 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 我把心一横 一脚踹断脱步 拎着棍子踹开了房门 老子在这 回来呀你个疯女人 可楼道里 只有死一样的季节 我的心跳声伴随着喘息格外的词儿 接着楼梯间里 传来一声沉重的脚步 一步 两步 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握紧棍子 死死地钉向那里 冷汗不住地躺下来 手也开始不停发动 妈的 就老子这样 我能帮谁 可是现在那东西已经走了过来 一个身影挡住了灯光 接着一个壮硕的大叔走了出来 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大叔笑着问我 小鬼 你这是什么造型 家里净贼了吗 可以扭头 却看见我身后的血迹和满地的狼迹 他的表情瞬间凝固 厉生质问我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刚和他说了几句你怪物的事情 还没等待深一步解释 脑袋突然变得昏昏沉沉 鼻腔开始不住地流血 接着身子一软 晕倒在了地上 黑暗中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 车贤秀 我是另一个你 我们两人一样 也不一样 但可以肯定一点 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所以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猛地张开眼 难道是一场梦吗 可是打开电脑 铺天盖地的消息全是关于怪物的 我一把拉开窗帘 外面的景色俨然已是世界末日 19岁的我 不光失去了所有家人 还要独自面对 这地狱般的世界 这个女孩正在房间里 唱着李一峰的歌曲 门口却突然出现一个 满身是血的怪物 女孩不禁疑惑 是唱得太难听了吗 鼻血都喷出来了 突然 防盗门被装的凹陷进来 这个又是一声巨响 房门轰然变形 眼看就要承受不住 女孩抓起棒球棍 大声吼道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去找朝阳群众了 门外的声音果然停住了 女孩缓缓地打开一条门缝 正碰上刚刚上楼的大叔 女孩问他有没有见到 那个满脸是血的女人 大叔想起楼下 那个小屁孩也提到过女怪物 轻轻地把变形的房门关上 接着用尽全力一拳 锤在门上 可那门上 只留下很小的一个痕迹 大叔清楚自己这一拳的力量 连他都做不到的事情 能做到的 就只有怪物了 安顿好楼下晕倒的 男孩和女孩后 大叔来到了一楼 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周围嘈杂无比 电梯出了故障 楼门也被卷帘门锁住 保安室的门也打不开 就连电话也打不通 整栋楼似乎都被封锁了 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眼镜的少年 笑盈盈地拎着灭火器走了过来 接着才打开了门锁 秃头大叔冲进去 找卷帘门的开关 眼镜少年还是那副 笑盈盈的样子 拖着灭火器 找他的妹妹聊天 可就在这时 卷帘门外 一个消瘦的人影 从黑暗中缓缓走出 带他走近 众人这才看清 出现在众人眼前 嘶吼着咧开一张锯嘴 直至胸膛 一条利刃一般的舌头 瞬间甩出 穿透玻璃 静置刺向门口的一个男人 眼镜男大声喊着 把卷帘门放下来 给我立刻放进来 那怪物已经走了进来 仅仅一个晚上 外面的世界就变了天 人类感染了一种 不知名的病毒 变异成各种各样的怪物 俨然一副地狱的景象 而此时一只长舌怪物 已经走进了大门 接着舌头一甩 似向门口的一个男人 只是几个呼吸间 那男人就被吸成一具干尸 肝子的身体掉落在地上 长舌怪似乎还没有吃饱 挥舞着舌头又钉向众人 眼镜男率先反应过来 扯下灭火器的拉环 拳头对着怪物捧了出去 怪物被喷得连门后腿 眼镜男赶紧喊着拉下开关 卷帘门缓缓下降 可就在这时 灭火器用光了 没了灭火器压制 眼看那怪物又要冲进门里 这时大叔飞身一跃 并生生将怪物撞了出去 就在卷帘门落下的前一瞬间 一个飞扑跳回了大厅 怪物在门外还没有放弃 用力地拉了拉卷帘门 可并没有什么效果 缓缓转身离去了 大叔想起之前男孩说是女怪物 看来怪物不止这一个 扁静男盯着门外淡淡地说 你说的没错 因为外面 无数的怪物已经涌了过来 天亮了 我看着窗外的景象愣了神 擦了擦鼻血坐回了床上 我已经昏迷两天了 新闻里铺天带地的 都是人类怪物化的消息 就连正在直播的总统 也突然鼻喷鲜血 便已成了怪物 我想起房间门口的方便面 这个时候还是填饱肚子最重要 可刚一开门 一个只剩下半个头的怪物 赫然就在眼前 他听见我开门的声音 整个脖子扭转了180度 空洞洞的眼睛没有了眼球 但我却感觉到 他在看着我 我紧紧地捂住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可那怪物却推门而入 又顺手把门关上了 接着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 他在我的房间里 不停地摸索着 被砍掉半个脑袋 一定看不到东西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能干掉他 我悄悄地拎起棍子 准备从背后偷袭他 可偏偏这时 床上的手机充满电了 提示音响起 那怪物瞬间扭过头去 手臂朝着手机的方向甩出 接着画作 无数条件刺爆裂开来 然后又慢慢地收了回去 我看着这一幕吓傻了眼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捏手捏脚地 打开卫生间的门 悄悄地躲了进去 与这怪物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 天已经黑了吧 怪物进来的时候 顺手关上了门 到现在都没听到 开门的声音 他一定还在 已经太久没吃东西了 肚子饿得不行 我轻轻打开水龙头 喝了一些水 可就是这点水 差点要了我的命 不知道又过去多久 一股尿一起来 我尽力控制着 不要发出声音 可房间里太暗 脑子又困得迷迷糊糊 一步流神 溅起了水花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死定了 门外传来那怪物 低沉的声音 原来在这样 接着那条手臂 穿透铁门 一下子钉在墙上 无数条头 慢分之炸裂在我身旁 我吓得瞬间凝固 幸好那东西没碰到我 又缓缓地收了回去 怪物自言自语着 不 不是吗 然后我听到 门把手开门的声音 终于 终于走了吗 我撞着板子打开门 捡了几袋泡面 就赶紧跑了回来 吃饱喝足后 我在网上搜索着 怪物的信息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 都已经彻底沦陷 只有一小部分地区 还可以使用网络 而被感染的初期症状 就是频频流鼻血 伴随着严重的缓听 那东西会从体内 产生自主意识 然后霸占人类的身体 变成怪物 这么来说 我很快也要变成那些东西了 不过 反正我早就决定 19天后自杀了 便衣对我来说 不过是换一个形态死亡 可就在这时 窗户突然被人敲响了 搞什么 这是14楼啊 我诧异着拉开了窗帘 一个巨大的眼球 正死死地听着我 确认过眼神 是可以吃的人 这个怪物礼貌地 敲了敲窗户 我拉开窗帘 和他来了场对视 似乎是没了偷窥的气氛 那怪物缓缓地退了回去 可是 这是14楼啊 我拉紧了窗帘 不去管外面那家伙 现在冰箱的食物 已经不多了 而我也有了便衣的征兆 不是被怪物杀死 就是变成那些怪物 天亮了 就连网络也断掉了 我躺在地上 在这女孩的哭喊上 我悄悄探出窗户向下看去 楼下居然还有幸存者 此时正用一条床单 吊着自己 似乎想去楼下找食物 可楼下那只大眼睛的怪物 已经盯上了它 我紧张出声提醒 小心下面 可只是一个瞬间 那巨大的眼球伸长了无数倍 紧紧地贴向了男人 男人被吓了一跳 拼命挪动躲审怪物 可脆弱的床单 哪经得住这么折腾 随着一声撕裂声 男人势重跌了下去 我不忍心看下面的惨像 缩在床上不住地发抖 可那怪物并未就此罢手 转身又盯向了楼下的姐妹俩 巨大的眼球缓缓地钻进房间 听着他们拼命地在喊救命 心脏疯狂加速 犹如刀割般的阵痛 我必须救他们 我把显示器一把扯下 重重地砸在那眼球上 怪物吃痛抬头向我望来 来呀 你这个偷窥痞的变态 怪物听我挑衅 心惊顿时暴起 蓄力就要冲上楼来 我抓住时机 飞身下床握紧棍子 再通过玻璃的遗产 转身一记回马枪 却被怪物轻松躲过了 接着那细长的身体 犹如蟒蛇一般 紧紧缠绕上我的脖子 我越用力 反而被缠得越紧 呼吸变得极度困难 大脑也开始攻不上血 这时脑海中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想呼吸 这就是你的欲望吗 接着我的右手 突然不受自己的控制 像产生的自主意识一般随手一次 正中那怪物的眼珠 怪物吃痛放开了我 我也抓住时机 双手用尽全力 狠狠地把那眼球钉在了床上 怪物颤抖了几下 慢慢地不动了 我终于 干掉它了吗 可刚坐下还没来得及穿跑器 那眼睛猛然再次睁开 接着整个眼珠不断膨胀 慢慢地裂开了一张嘴 周边也长出无数尖刺般的出手 那怪物张开那张不满尖牙的巨嘴 对我说道 很痛啊 小垃圾 刚刚夸完这怪物很有礼貌 他就骂了我一句小垃圾 接着伸出无数尖刺向我冲来 我闭紧双眼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就在这时 窗外传来一声闷响 那怪物的血管被拦药斩断了 没了血管的攻击 眼球飞快地干扁了下去 再也不动了 我扒上窗户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只见隔壁窗口有一个大树 正端着一根枪管一样的东西看着我 接着他拿出一块写字板问我有没有受伤 我摇了摇头 他又写到刚才的动静太大 可能已经引来了其他的怪物 而楼道里那只没了半个头的瞎眼怪物 此时已经缓缓地走上楼来 大叔说到那怪物还没死 他这点装备杀不了他 我向楼下望去 那变态的偷窥皮切断了血管 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去寻找他下一个目标了 眼神余光一撇 十二楼的小萝莉哭得格外伤心 我的心不免一阵心痛 而大叔一脸坚毅地看着我 想救那些孩子吗 那就来找我吧 听大叔说只要手机在通话状态 一旦怪物接近 就会出现噪音 可以当作简易的怪物检测器 我又把水果刀缠在棍子上 做了一把简单的武器 一切准备就绪 连接好耳机 拨通了电话 我撞着胆子 推开了房门 楼道里一片寂静 满墙的血迹记录着这里发生过什么 我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大叔家 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 胖大叔少了一条腿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我问答他怎么去救那些孩子 胖大叔却指了指 自己的断志对我说 还能怎么做 当然是你自己去 不过在那之前 我能把你手里能玩意加强一下 大叔在工作台前面忙活了好一阵 宛如漠视里的钢铁侠 他问我有没有见到过那只 去了半把脑袋的家伙 虽然不知道是谁弄的 但都少了半把脑袋 还能活动自如 普通的武器肯定对他无效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 他在背包里放了连接电池的逆变器 只要按下开关 刀子就能发出极强的电流 临走时他叮嘱我 虽然这武器很强 但杀死怪物还远远不够 切记见到怪物就赶紧逃命 不对 是从一开始 就别让他们发现你 我戴好了耳机 再次来到了楼道 电梯早就不能用了 看来只能走楼梯了 不过刚才的动静那么大 为什么瞎眼怪一直没有出现呢 这是耳机里突然看来尖锐刺眼的噪音 哒 来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躲在电梯里瑟瑟发抖 眼看怪物刚当走过门口 却突然挺住了 嘴里还是一直在念叨着看不见 我尽力想让自己放松 但心跳越来越快 呼吸也变得沉重 突然 找到你了 这个怪物没了半个脑袋 只能靠声音寻找猎物 但随着一阵鼓猎声 它开始了进化 一只耳朵变大了数倍 我躲在电梯里平住呼吸 瑟瑟发抖 终于它缓缓地路过了这里 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可突然 找到你了 那残缺的脑袋瞬间贴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将刀子顶向那家伙胸口 接着颤抖着暗洞开关 强大的电流刹那间充斥怪物全身 它直到飞了出去 我抓紧试机从电梯里跑了出来 想趁机跑到楼梯间 可我的每一步都在暴露着我的位置 那怪物寻着声音甩出手臂 犹如一条藤蔓不断伸长 直奔我的脖子而来 关键时刻 我一个飞扑跳到了拐角 勉强躲过这致命的一击 咔嚓一声巨响 那怪物的手臂竟然直直地刺入了墙壁 还没等我起身 怪物的第二招接踵而止 手臂上分裂出无数只鸭 瞬间刺穿了整个楼道 我趁着它这只手暂时被卡住 偷偷地摸到走廊拐角 那怪物似乎还在疑惑 为什么没有抓到我 我悄悄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瓶 用力向怪物那边扔去 它的耳朵一下子被声音吸引 另一只手也寻声甩了过去 我抓准时机冲到它的身后 带着电流的匕首一刀捅进了它的脑子 怪物剧烈地扭动 直接把我撞飞了出去 可很快伴随着一阵烧焦的肉香 怪物再也不动了 但我知道这点伤害要不了它的命 就让它先在这睡一会吧 接着扭头向楼梯间走去 十二楼的孩子们还在等着我 楼道里漆黑一片 我掏出手机稍稍照亮了一些 这里安静地出奇 甚至能听见心脏剧烈的跳动声 突然 一只透明的手搂上我的肩膀 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车贤秀 你明明是个只会逃避的孟夫啊 现在你想做拯救孩子的英雄吗 你这个虚伪的畜生 我想到楼下可怜的孩子 死死地咬紧牙关 低声嘶吼着 闭嘴 别想控制我 那声音渐渐消失了 但这段路似乎格外地漫长 终于来到十二楼 手机里传来机会的大 难道这里有好几只怪物吗 我轻轻地把耳机收起来 慢慢地打开楼门 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只巨大的肌肉怪物 也不知道这家伙有多种 走起路来似乎整共楼都跟着颤抖 一边嘀咕着铅块和蛋白质 一边走向其中一间房子 接着门口的尸体被他拖了进去 然后咀嚼声和骨头炸裂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走廊 这个剑身狂膜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怪物 每走一步 地板都会随之而颤 他一边嘀咕着铅块和蛋白质 一边走向其中一间房子 接着门口的尸体被他拖了进去 随后咀嚼声和骨头炸裂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走廊 趁着他进食的空档 我悄悄来到孩子们的门前 轻轻扣向房门 可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液体 滴落在了肩膀 我抬头看去 天花板漏了一个洞 那种粘稠的液体正慢慢地躺下来 正在我疑惑时 门锁都打开了 可给我开门的 却是一只半透明的液体怪物 我顿时一愣 那怪物也是一脸差异 似乎我应该看不到它才对 我刚想往后退几步 那怪物却猛然出手 一只液体的拳头紧紧包住我的脑袋 我的身体缓缓地脱离地面 一股窒息感盯上心头 就在我即将窒息瞬间 那怪物用力一甩 将我扔向了墙角 我紧忙起身抓起武器 可那怪物却并未转身 反而是两只眼睛从内体钻了过来 我按动开关将刀尖对准了它 立声质问它 这家的孩子们在哪 可那家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似乎是看出我手里武器的厉害 身体伸长流动了起来 从那个缝隙钻到了楼上 是逃跑了吗 这时卫生间的门缓缓开启 那两个孩子原来躲在了这里 我安抚住他们 你们的爸爸不能回来了 但是哥哥会保护你们的 我们要到楼上的叔叔家里 跟在我的身后 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说吧戴上耳机 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楼梯 黑漆漆的楼道里 那个声音再次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鼻血突然喷涌而出 双眼也变得血红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伺候着让孩子们远离我 目光所至之处 渐渐被一团血污所掩盖 那个东西逐渐浮现在我眼前 车贤秀 我终于知道你的欲望了 你想要一个甜蜜的家吗 我死死地咬紧牙关 拼命地抵住那家伙的诱惑 该死了 差点就变成怪物了 可我刚刚支起身来 一声闷响在门外炸开 随着一阵咚咚的脚步声 那巨大的肌肉怪物 迎头冲了过来 这个没有脖子的健身狂魔 即使变成肌肉怪物 嘴里还不忘念着蛋白质 千万 他一拳轰开二十厘米厚的铁门 迎面向我冲了过来 我届时一跃摔在楼下变形的铁门 回头看了看粉碎的阶梯 清醒自己躲过了致命一击 艰难地爬起身正 准备招架怪物的二次攻击 他却朝着楼上的孩子们缓缓走去 我情急之下大吼 有本事朝我来 肌肉怪面带微笑地朝我缓缓转身看来 为了完全把它吸引过来 我微微一笑 嘲讽道 你这个骨瘦如柴的饿死鬼 现在有点肌肉 就开始药物扬威了吗 你这个肮脏的瘦猴子 听闻这话 那肌肉怪的笑容瞬间凝固 紧接着清净暴起 面部肌肉挤在一块 愤怒地从楼上一跃而下 跳到我们面前 强大的冲击力 顿时一阵飞沙走势 紧接着怪物高高举起砂锅大的拳头 我瞠目接舌看着那拳头 心想这一拳必须躲过 否则铁钉死翘翘 低头吃力地躲过了这爆炸性一拳 整个楼梯都被那肌肉怪砸得四分五裂 巨大的震动犹如地震 整栋楼似乎都跟着晃动起来 此时楼下房间里的一对男女 也感觉到了外面的异常 女人霸气地拿起棒球棍 淡淡地说道 战斗 开始了 回想起自己六天前在楼梯碰到的那个男人 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杀死韩主管 女人本想从身旁悄悄走过 殊不知男人手上的酒精脱手掉落在楼梯 男人缓缓转过头 鼻子不停流淌着鲜血 全身肌肉连带着骨骼开始疯狂地扭曲 俨然已经变成一副怪物的模样 嘶吼着朝女人飞扑而去 就在此时 手持五十刀的男人出现在女人面前 一记把刀斩 斩下了那怪物半个头颅 而此时 那个男人再次出现在我身前 一刀割破了肌肉怪再次举起的手臂 眼看怪物吃痛就要发狂 女人拽起我的衣领对我呵斥的 还愣着干嘛 赶紧先逃命再说 这个老六由于对肌肉强烈的渴望 一顿吃了一万桶蛋白粉 把自己变成了变态的怪物 而她手臂上的刀伤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 此时她正在走廊寻找我们的踪迹 听着她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我们缓缓松了一口气 我虚弱地微微抬起头看着女孩 这个女孩不就是每天在楼上弹琴的邻居吗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 总感觉她和我最喜欢的白素珍好像 随后我环顾了下四周 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手握五十刀的男人说这里是1107号房间 这里储存的粮食不少 我们就借住了 至于原来的主人就不得而知了 我自言自语到1107号11楼吗 不对 孩子们 刚当的孩子们 而此时女孩打断我的话 看着我缓缓说道 你是感染者吧 你上次晕倒的时候 我见过你 鼻血家昏迷 这应该是感染出奇症状 对吧 在女孩的质问下 我没有否认 枉然若实地回了一句 对 女孩毫不犹豫地将棒球棍指向我 拿着五十刀的男人急忙拦住她 志叔小姐 请冷静点 不是说感染者中 存在对怪物化 有着机枪抵抗力的人吗 志叔却不以为然 回问到男人 所以呢 你怎么确定 他就不会成为怪物 男人冷静地说道 我至少能肯定 上帝不希望你砸烂他的头 并且这个男孩 是你决定救下来的 志叔厌恶地缓缓放下 手中的棒球棍 但是我并没有将武器放下 而是将武器举起 横在男人面前 焦急地哀求道 求求你们帮帮我 救救可怜的孩子们 而此时姐弟俩 正蹲在楼梯 墙角瑟瑟发抖 即使自己也被吓不行了 姐姐还是安抚着弟弟 那个大哥哥会来救我们的 随即两只颤抖的手 轻轻地抹在了一起 两人手牵手 正准备上楼 可这时 那只瞎眼怪 已然出现在楼梯门口 捂着自己被撕去的耳朵 嘴里低吼着 好疼啊 姐姐泪流满面地回响起 我曾说过 十四楼有一只瞎眼怪 对声音非常敏感 甚至连呼吸都能捕捉到 姐姐急忙拉着弟弟 示意弟弟 不要发出一点声响 那怪物发生古怪的声音 转身摸着墙慢慢地离去 可就在两人趁机准备上楼时 楼梯伴随着一阵摇晃 传来咚咚咚的声响 恶然是刚才那只变态的鸡肉怪 姐弟俩瑟瑟发抖地缠抱在一起 鸡肉怪一脸猙獰瞬间乐开花 嘴里一边拦着蛋白质 鸡肉 身体一边缓缓地朝着姐弟俩走过去 每走一步 楼梯都会随之摇晃着 迫不及待地将剧长伸向了他们 就在两人等待死亡的那一刻 一个沙哑的声音说了句 听到了 抱歉 随即一条犹如树枝的出手 静止地刺入鸡肉怪的胸膛 原来是动静太大 引来了瞎眼怪 本来西长的出手 开始膨胀 瞬间手臂分裂成无数条刀子 从他的体内都打开来 剧烈的疼痛感让鸡肉怪发出一阵怒吼 伸出剧长抓住瞎眼怪的手臂 硬生生地将其拽到身边 随后竭尽全力 顿时整个脑袋熄烂 整个墙壁也跟着摇晃起来 姐姐趁着怪物们还在缠斗 拉着弟弟来到了楼上 试图寻求大人们的帮助 可此时寂静地走廊 哪里还有活人 就在两人寻求无果时 一熟悉的脚步声再次传来 姐弟俩无助地跪倒在地 只见那肌肉怪拖着 已经干瘪的瞎眼怪 缓缓地走了过来 一脸愤怒地随手 将手里的瞎眼怪甩出窗口 瞎眼怪像断线的风筝 笔直地掉下楼去 肌肉怪面带坏笑地 向他朝思暮想的蛋白质走去 此时姐弟俩已气不成声 就在这时滋滋作响的 华轮声出现 是个女人推着婴儿车 挡住了姐弟俩 女人站到肌肉怪跟前 祈求道 别欺负 孩子们 这个大婶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即使头颅被怪物捏得粉碎 身体依旧扭曲地 盘踞在怪物身上 十根手指头 撕死地嵌入在肌肉怪胸口 就在刚刚 大婶站在孩子们面前 拼命阻挡着肌肉怪 可那肌肉怪 抬起脚就将大婶踹飞 大婶重重地撞在墙上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婴儿车 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眼神渐渐迷离 思绪瞬间被拉回到过往 原来一年前 因为自己的疏忽 大婶的孩子不幸去使 他接受不了现实 依旧每日推着空的婴儿车 安慰自己 直到几天前 脑海中出现一个声音后 他的孩子奇迹般地回来了 可是此时 他的梦将再次破碎 无论大婶如何四行裂飞地喊叫 肌肉怪依旧一脚 狠狠地踩碎了婴儿车 他知道 是该走出梦境了 他低着头 全身颤抖着 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身体艰难地缓缓站了起来 继续地挡在孩子们面前 而此时我们刚刚跑上楼来 恰巧就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 肌肉怪挥起说大的拳头 大婶轰在了地上 见此情形 我焦急地那喊着 孩子们往我这里跑 等孩子安全后 我们示意孩子们先去躲起来 解决完大婶 肌肉怪兴奋地向我们缓缓走来 看来 要打一场应战了 一旁的剑神大哥与无伦次地问道 这 这东西要怎么挡 鬼知道怎么挡 就在肌肉怪疯狂地扑向我们时 被捶烂在地上的大婶 却闪电般地跃到肌肉怪的身上 扭曲地身体盘踞在怪物头上 一双血木死死地盯着肌肉怪 紧接着食指深深地插入肌肉怪身体 尸痛的肌肉怪一把抓住大婶的头颅 煞时传来一阵阵骨头破裂的声音 趁此机会 智叔举起棒球棍狠狠地敲在肌肉怪膝盖上 肌肉怪顺势跪了下去 智叔叫我赶紧先带着孩子躲起来 我咬咬牙 向他们喊道 那我们就在1408号间 随即招呼孩子们 一起往楼上跑 看着我跟孩子安全离去 剑神大哥彻底放开手脚 手起刀落割破肌肉怪的手臂 顿时剧烈的疼痛再也无法忍受 肌肉怪抓起大神的腿 容易地摔在枪上 然后满脸愤怒地走向两人 殊不知剑神大哥不仅不跑 还向他嘲讽道 你那摔炸的肌肉 还真是松弛得一塌糊涂啊 肌肉怪听后气的全身颤抖 轻轻爆起 一脸睁眼的猛男朝剑神大哥扑去 剑神大哥灵活躲开 开始跟肌肉怪玩起追逐战 你追我敢断 肌肉怪分中的身体痛痛撞撞 总是差一点追上剑神大哥 可是就在这时 前面已经是窗口死角了 剑神大哥看了看破碎的窗户 难难道 跑不掉了吗 这个戏狗喜欢调戏肌肉猛男 结果被调戏的肌肉怪怒火中烧 对着剑客穷追不舍 可怪物庞大的身体笨珠无比 一路上撞碎无数墙壁 也始终差了一些距离 随后几个拐角之后 剑客跑到了走廊的尽头 肌肉怪分离拽出卡在墙里的身体 争鸣着脸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 向剑客冲去 然而 此时剑客双手 持肩目光坚定 面对强大的肌肉怪 口中默念着阿里路亚 就在肌肉怪即将抓到他时 身心敏捷一闪 跳进了房间里 巨大的惯性让肌肉怪停不下来 像一辆大卡车进制装破墙壁 与此同时 智叔发现倒在地上的大神似乎还活着 原本清金爆起的利爪微微颤抖 随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正常 他缓缓抬起头胶级的问道 孩子们安全了吧 当回到大叔家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饭菜等待我们 我发现他受了很重的伤 原来他本想趁下眼怪 受伤顺手解决掉它 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攻击的余力 差点把大叔粉杀了 也就庆幸的是 大叔射爆了他的一只耳朵 随后仓皇而逃 没过多久 智叔三人也来到了这里 众人围在一起愉快地享受着晚餐 终于感受到末世后久违的温馨 酒足饭饱后 剑圣提议看看 电视有没有关于怪物的消息 而此时电视正播着 可以有效 杀死怪物的方法 这些变态的怪物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就算头被砍断也不会死 若想彻底地杀死他们 就只有在完全变形之前的那段黄金时刻 否则等到变异完成 就只能把他们剁成肉酱 阻止再生 殊不知此时 我们楼下一只只剩半个头的怪物正缓缓苏醒 这个戏狗被肌肉里难消了当的脑袋 还将它从八十岁里满下去 几天后 戏狗变成了无脑丧尸 艰难地支撑起虚弱的身体 缓缓爬向身边已经开始发出恶臭的尸体 随即撕药声掺杂着鼓裂声渐渐响起 片刻之后 无脑怪打了一声宝格后 甘别的身体开始渐渐如动膨胀起来 而被打烂的耳朵也完全恢复 就在这时 楼上窗口一阵对话声传进了他的耳朵 他奋力地甩出手臂直奔声援而去 穿破了玻璃 紧止地钉在了天花板上 楼里的小豆丁跟拳皇大叔还没反应过来 大怪手又急剧收索 无脑怪破窗而入 稳稳地落在两人面前 随后回头寻找刚当的声源 拳皇大叔攥了攥拳头周骂道 戏狗 你瞅啥 旁边的小豆丁提醒拳皇大叔 这个戏狗没有眼睛好吗 正当场面一度陷入尴尬时 无脑桑视嘴里难着 瞅你咋了 随即猛然出手 朝着大叔面门戏去 却被拳皇大叔一个俯冲轻松闪过 脑足镜 一个上勾拳打断无脑怪整排泪骨 不等他喘息 蓄力一拳砸在脑门 头部重重地摔在地上 不一会无脑怪摇摇晃晃起身 大叔接过一旁小豆丁扔来的吸尸剂 随后一把泼在了他的身上 小豆丁默契配合地拿起杀虫剂点燃打火机 一道火舌瞬间点燃了那无脑怪 拳皇大叔眼看全身火焰的无脑怪还想反击 随即一脚重重地将他踹飞树米 正当两人得意忘形击掌庆祝 无脑怪愤然甩出手臂 抱开无数如树枝般的出手 拳皇大叔一把将小豆丁揽入怀中 正由尖刺刺入后背 片刻之后无脑怪在熊熊烈火中停止了挣扎 就在这时眼镜难闻生气匆匆跑来 一股烤肉的香味扑面而来 拿起手中的灭火器 就像未燃尽的火焰喷灭 队友眼看大叔受伤欲上前关心 被大叔拒绝了 并扬言这点程度的伤还没关系 一旁的队友拿着木棍敲了敲烧成黑炭的无脑怪物 询问大家该怎么处理 眼镜男人若有所思的说道 我们很缺食物吧 众人嫌弃的看着眼镜男 场面又一度陷入尴尬 而这时我们正在睡觉 突然一个阴影覆盖着我 脑海中回想起 车闲秀 别相信任何人 我瞬间惊醒 而此时知书正拿着棒球棍 直勾勾的看着我 这个肌肉怪物从八十层跳下 身体将水泥地砸碎却没有死 因为脑海里一个声音一直问他 你行不行啊 戏狗 他艰难的撑起全身骨折的身体 内心对肌肉强烈的渴望 让他再次发生了变异 暗红色的巨角 重重踩碎水泥地 浑身的肌肉开始疯狂蠕动 巨大暗红的身体 宛如珠木狼马蜂 缓缓地站了起来 嘴里难着 我不是戏狗 而此时楼上的房间内 世书爱不释手地 把玩着大叔改造的狼牙棒 一旁的剑客 拿着大叔改造的强力盾牌 正想按动开关事实威力 被一旁的大叔及时制止 一番商讨后 两人收拾好形状 他们计划到一楼寻找车辆 在食物吃光之前 寻找到更安全的地方 世书看着我在一旁低头不语 有意无意地说道 某人说过 最浓重的黑暗 也会被最模糊的阳光驱散 毕竟 最小的可能性也是希望啊 我喃喃道 最小的可能性也是希望啊 随即拿起自己的背包跟武器 目光坚定告诉众人 我也去 我已经厌恶了 囚禁在房间里的那种感觉 词别的大叔他们 我们三人念念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走在昏暗的楼道走廊里 我想起病毒刚刚爆发的时候 论坛里有人和我联系过 所以一楼一定还有幸存者 我们必须找到他们 正当我们走到十楼的拐角 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眼前是一具刚死不久的尸体 而我此时却一场冷静 难道 我现在连尸体都免疫了吗 志书上前翻找了一些物资 挣了一块巧克力给我 而就在这时 耳机里猛然传来刺耳的噪音 是怪物来了 只见一个满身触手 像张鱼般的怪物 从楼下迅速地跑上来 嘴里不停地内喊着 我不想死 救救我 他拎起刚刚楼道的那具尸体 随即几只出手同时一发力 扑刺一声 将那尸体撕得粉碎 段指甲带着血液 一起喷洒出来 我们三人全身颤抖地 死死用手捂住口鼻 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可这场面实在令人作呕 我一时没忍住干呕的一声 就在这一瞬间 身后传来一阵异响 我缓缓转过头一看 是那倒挂的怪物 死于一般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嘴里奄奄一息地喊着 救救我 见此情形 一旁的智书 抡起狼牙棒狠狠地 对着怪物头部砸下 正要抡起第二棒时 却被那怪物的出手捆住了 剑圣大哥抓紧 时机一刀斩断了出手 那怪物发出 撕心裂肺的怒吼声 尖锐的叫声 像利剑般刺入我们的耳末 剑圣大哥眼看情况不妙 招呼着我们快跑 而我却死死地盯着这怪物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必须要干掉它 可刚刚举起手中的电刀 那怪物出手一甩 就将我撞飞 随即向他们二人追去 那粗壮的出手 犹如钢鞭一样 直接将剑客拍倒在地 剑客一见主地 决定不再退缩 他呼喊着智书快跑别管我 看着渐渐走近的怪物 他举起手中的盾牌 打算以凡人之躯硬钢怪物 嘴里喊着主是我的烈养 我的盾牌必能阻挡 那怪物似乎也看到了 剑客的决绝 大声喊道 我会活下去 紧接着出手 像子弹般射向剑客的盾牌 巨大的冲力瞬间击飞了剑客 怪物并不给 剑神一点喘息的机会 摇摇晃晃的步步逼近 绝望之际 剑客颤抖着摸向盾牌的开关 那是最后的杀气 就在这时 去而复反的之书一公子 敲在怪物的腿上 可是那怪物却只是 稍微摇晃一下 一条触手迅速地将它拎起 倒挂了起来 随后张开一张血盆大口 就要把它活活吞下去 剑客趁此机会 站起来用尽全身力气 顶在那怪物嘴 知书顺势落在了地上 我握着电刀急速地冲了过来 强大的电流在怪物体内爆炸开来 无数双触手在周围疯狂地扭动 而其中一条 正中了我的偷骨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丧失危机 不过一天的时间 整个世界变成了人间炼狱 而我在拯救同伴的同时 被击碎了偷骨 黑暗里一个声音 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的叔叔告诉我 我已经昏迷很久了 可家人去旅行的路上发生了车火 全家人都不在了 只有我活了下来 感觉自己在昏迷时 梦到了很恐怖的事 模糊的记忆从脑海一闪而过 可是又无法清晰地想起是什么梦 头脑一片混乱 也不知道玛丽亚最终话上映了吗 我只开叔叔想一个人冷静冷静 突然脑子一阵刺痛 脑海里清晰地多出一段记忆 我跟着父母妹妹一起出去旅游 在车上看着手机最新消息 我最爱的动漫完结片 将于10月25日首映 并且是真人版 由新云演员影制书主演 我微微叹了口气 真人版是想毁了我的真爱吗 不过匹配度倒是挺高的 就在这时 传来父亲嫌弃和厌恶的谩骂声 我死死地咬着咬喉道 天天就知道赚钱 完全把儿女当空气的老爸 我真的太疼了感谢你了 一旁的妹妹说我疯了 哈哈我疯了吗 闭嘴吧 车秀雅 你是不是觉得有我这种哥哥很丢人 怕我牵连到你 很害怕吧 你和朋友通话的内容老子都听到了 还有妈妈 别以为我不知道 先和爸提出那个建议的人不就是你吗 怪物 你们全是怪物 真希望你们都死光 而此时爸爸只顾着回头骂我 却没看见前锋一辆大卡车 结果中 从回忆中情形 我抱头痛哭 心里只能十分后悔地大喊着 我错了呀 我真的错了呀 伤势痊愈后 我独自一人走在街上 感觉这个世界 似乎哪里悄悄改变了 我想不起我究竟有没有去旅行 我也不记得我有过一个叔叔 脑海里像是有一群人在争吵 说我是感染者 不该让我进来 说我马上就要变成怪物了 我被逼到地上不住的呐喊 可周围的人 似乎根本看不到我 我一直盼望的25号终于到了 是我最爱的动漫完结的日子 但手机里的闹钟 却是提示自杀的日期 是啊 希望和欲望只是一张纸的差距 走进了影院 看完这一场只有我一个人的手印里 我想象的玛利亚结局 若想找出从未看过的电影内容 最终也只能找出我期待的那种内容 是吧 叔叔 不 怪物 而我那所谓叔叔见我恢复记忆后 渐渐变成了我的模样 我依旧继续淡淡地说道 当我意识到这个空间 是你捏造出来的那一瞬间 就全部都记起来了 在路边大喊大叫 也毫不理睬的路人 那只是我平时在脑中构思过的世界形象 我从没去过家庭旅行 不过车内的那段对话倒是挺逼真的 毕竟他们的反应 和我现实的家人很相似 不过你漏掉了几样 这个自杀闹钟 可能你不明白它真正的意义 另外我没看过的玛利亚动画片 你肯定也捏造不出来 所以只能播放我一直期待的内容 那同我一般的怪物一脸 默然地看向我 淡淡地说道 你本可以在我控制的这个空间 迎接全新的人生 远比现实要幸福百倍 我冷哼一声 然后呢 再暴露自己的欲望的瞬间变成怪物吗 我抬手续空一握 电刀煞事出现在手中 将刀尖指向那怪物 质问道 所以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周围的场景瞬间变换 那怪物淡淡地说 在我们眼里 你们才是真正的怪物吗 你看看这条河水很无浊 你若想 我可以让这条河变得很干净 我仿佛听了个笑话 这又不是现实的世界 有什么用 这怪物始终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重要吗 反正曾经24寸显示器里的世界 不就是你的全部吗 你虽然活在现实世界 但一直在否定它 这样的你 为何现在却开始纠结这一切 真可笑 你问我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但是至少会比你们 一直以来生活的世界要好很多 我们只有一种欲望 但是你们不是 我们欲望很直接 你们也不是 一般让人作偶的伪善者 好好想想吧 是准备用你那自以为傲的精神力 在我们占领的世界苟延残喘 还是放下一切 忠于自己的欲望 而我的心中早已有了决定 我要出去 立刻 我拎起电刀冲上前去 随着刀子刺入那怪物身体 整个世界开始崩塌 我全身一缠 猛然睁开眼睛 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这也是我和李银河的第一次见面 这是一场关于谋杀的审判 因为我是一个感染者 人类不会允许我留在他们身边 被他们救下之后 李银河告诉了我一切的原委 除了眼前这个叫李银河的男人 所有人都对我充满了敌意 自从怪物入侵以后 聚集在一楼的人封锁了大门和窗户 幸好那个失踪的保安大叔 关闭了所有入口 这才降低了些人员伤亡 但现在这里的幸存者 也仅仅剩下了16人 楼内有便利店 短时间内倒是不用担心食物问题 不过李银河担心到 食物吃光之前 所有人都可以微笑待人 但是一旦不如恶化 人类和那些怪物没什么区别 李银河带我来便利店取一些水喝 这里由之前见过的尚语大叔把守 他在这里的战斗力最高 由他作证 不会有人乱拿食物 而他对我的态度与其他人无异 因为在救我这个怪物的过程中 有个人因我而死 夜幕降临 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这是关于我去留的审判 无法定义我现在究竟是人还是怪物 但无疑 我的存在是一颗定时炸弹 人们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也得不出结论 这时李银河端着的箱子走到台前 既然无法定夺 就来一场匿名投票吧 对我一见最大的兔头大叔立马提出了反对 直接举手表决就好了 还匿名干嘛 可李银河却说 这是隐私问题 毕竟选择放逐他 就等同于参与谋杀呀 所以请各位遵循自己的意愿 很快投票结果出来了 达到了七比七平手 这最后的一票至关重要 随着李银河缓缓打开纸条 虽然是弃权 兔头大叔怒不可遏 一把掀翻了投票箱 冲周围的人大喊着 你们都疯了吗 对一个怪物有什么负罪感 留他在身边 我们早晚都要 可吼着吼着 一股鼻血喷涌而出 周围的人立马退后几步 这是便衣的征兆 兔头大叔还想解释 他只是劳累过多而已 可已经没人愿意接近他 这时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如果不想被怪物吞噬的话 就坚定自己的信念吧 说着我捡起地上的纸条 画上了一张同意票 就要扔进箱子 却在放手的前一刻停下了 大叔 要是我把这个放进去 是不是你 也要和我一起离开呀 就这样 我得到了留在这里的机会 不过也和这个大叔 被囚禁在了一起 夜深以后 李银河找到了我 他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作为留下来的条件 我将成为人类的肉短 所有危险的事情 都会由我来做 而我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去把1408房的大叔接下来 高分涌地要跟我一起前去 前提是 若我变成了怪物 将会死在他的铁拳之下 而这时的1408房内 小女孩邀请了大叔说 大婶在厕所里 两个小时都没出来 大叔顿感不妙 手握资质土枪 一拳一拐地来到门口 缓缓打地开门 只见厕所里面 哪还有什么大婶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个巨型的婴儿 原来大婶已经无法 克制自己的欲望了 她的身体渐渐被怪物支配 身体开始膨胀的同时 大婶忍受着 全身鼓励的疼痛 咬着压说道 就算你把我变成怪物 我也不会杀掉 那两个孩子和大叔的 他为了保护孩子 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孩子 竟然把自己 变成了那个孩子 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 大婶正推着自己的孩子 静静地听着海浪声 分离许久的丈夫 也挥着手向他们母女跑来 那怪物淡淡地说道 今后一定要更加幸福 你赢了 人输 我是个遭权人类 托弃的小怪物 因为我身体里的怪物 随时将我通话 而作为留下来的条件 便是成为他们 救援小队的人肉坦克 走在黑漆漆的楼道内 我满脑子都是李银河说的话 救出韩豆力先生 才是主要任务 若情况恶化 就放弃那两个孩子 上语大叔转头 对我说道 李银河是个聪明的小伙子 多亏有套 我们才能坚持到现在 算是这个集体的领头者吧 那小子说过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 打造一辆装甲车 冲出去寻找食物和医药品 现在便利店的食物 只能足够支撑两周左右了 等两周后食物见底 这里将会成为修罗地狱 就在这时 耳机传来一阵强烈的噪音 是有怪物出现了 一想到怪物 我顿时害怕地告诉上语大叔 要不我们还是直接无视吧 可是上语大叔说 他的个人目标 是煞光这栋楼里的所有怪物 不等我再多说 上语大叔按住门把手 说了句 你右侧 我左侧 说吧一把开起了门 我们同时冲出来 可是昏暗的走廊 静静悄悄地空无一人 我们分头探索两边的走廊 上语大叔说 他那里什么也没有 但是我这边的墙角 却有只巨手紧贴着墙壁 我们两个正商量着 如何解决那只巨大的手 殊不知我们身后 另一只巨手 悄然无息地伸向我们 当我反应过来 大手已经近在咫尺 我急忙撞开大叔 用手臂硬生生挡住这一击 那巨手的力量极其大 用力一握 我的骨头直接粉碎 我忍得钻心的剧痛 抓起一遍的电刀 狠狠地刺入巨长手腕 顿时电光一亮 那怪物全身充满电流的同时 也传遍了我的身体 我咬紧牙关 一定要坚持住 终于在我即将支撑不住时 那只巨手承受不住 强大的电流缓缓松开 我烧焦的身体 全身冒着青烟 无力地跪倒在地 上语大叔急忙过来搀扶我 却在触碰我的一瞬间 被电的缩回了手 无奈他只能顺着长长的胳膊 去寻找怪物 几个拐角后 终于见到怪物本体 瘫软在墙壁 怪物嘴里还不停喊着 抓住 上语大叔拿起怪物的背包翻找 里面有一本日记 原来他一直指责自己 若是孩子被怪物抓时 手能够在长点 够到孩子 他或许还活着 以至于在欲望的驱使下 变成了长手怪物 上语大叔拿出一瓶稀释剂 倒在了怪物身上 点燃手中的火柴 丢向怪物 而当我恢复意识缓缓 睁开眼时 上语大叔正准备 拿着稀释剂破我 无微弱地说道 把那个东西收回去吧 我还没事呢 大叔看他支撑起身体的手臂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恢复力 休息一会儿 我们两人来到第九层 是触手怪最后一次出现的楼层 我的脑海里回想起 被触手怪记碎透骨的画面 顿时一阵心跳加速 玩味的难道那家伙会不会还在呢 我一改往常的态度 叫上语大叔别浪费时间的 直接进去吧 上语大叔意外地看着我 不 一层直接无视吧 随即转身缓缓地往楼上走去 来到第十层的门口 地上满是辛丑的鲜血 我怂恿上语大叔 挺好奇的 进去看看吧 殊不知上语大叔 继续转身往楼上走去 我嘲讽道 不是说要抓所有的妖怪吗 呵呵 害怕了吗 还是手臂已经没有画横线的位置了 上语大叔回头看了看 我的眼神跟语气 走到我跟前 面露凶光说道 你若变了 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别以为我不敢 我轻蔑地说道 你觉得自己能杀得了我吗 大叔狠狠地抓住我的衣领告诉我 虽然他很想杀了所有怪物 但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加 我的变异概率肯定会增加 所以他才会选择退别 而我依旧一副轻蔑的面孔 你别虚张声声 上语大叔呼出一口气 狠狠地一拳系在我的腹部 看着我俯身捂着刚刚被击打的腹部 问了问我清醒一点累 我缓缓地抬起头 眼泪 汗咽 口水 鼻涕不停地流下 虽然很痛 但还是很感谢上语大叔的这一拳 就在这时 大叔的耳机再次传来强烈的噪音 怪物似乎从十一层下来了 清醒后的我还是十分害怕 告诉大叔无论是什么 必须躲开 楼梯这儿对我们很不利 话音刚落 楼梯传来滴滴滴的声音 定静一看 赫然是那只抽碎我天灵带的触手怪 这只触手怪是有多残忍 将人类虐杀后 把尸体硬生生撕碎 整条昏暗的走廊 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 当他把人类抓起来焚尸时 也是攻击触手最少的时候 尚语大叔躲在一旁四季已久 抓住十几猛地将西施叶打向他 西施叶瞬间临变触手怪全身 触手怪暴怒地将尸体狠狠地甩向他 犹如炮弹般的尸体重重地装在尚语大叔身上 尚语大叔咬紧牙关 稳住重心 随即脚跟发力抱着尸体凶猛地将触手怪状退出 大喊一声 车贤秀 我从拐角处冲出 用尽全力地将电刀刺入怪物身体 顿时火光四季 触手怪的身体燃起熊熊大火 灼热的火焰让他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我再次朝他刺去时 一条长长的触手猛地向我甩来 我一个重心不稳 重重地摔倒在地 触手怪再次发动攻击 可没想到这次攻击的对象 是我们身后的防满 他将整个防灯扯掉 迅速地冲向房间里 原本不解得我看到天花板上的盆铃骑士 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 这只怪物居然拥有这么高的智慧 浓浓的烟雾很快引发了盆铃骑 一股水流冲下 怪物身上的火焰很快被浇灭 被烧焦的怪物全身开始蠕动 身体慢慢变得坚硬 下一秒进化成犹如穿着铠甲一般 看着进化的触手怪 大叔也有点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触手怪深吸一口气 吐出一口千年老坛 大叔勉强躲过 凸在墙上的液体开始快速溶解墙壁 怪物不容我们思考 抬起一块门板就朝我静止砸来 我堪堪躲过这一劫 可那坚硬的触手又接踵而止 而此时我身体里的怪物趁机开始诱惑我 试图将我变成怪物 我怒吼道 闭嘴 你个该死的怪物 无意间一刀刺中那怪物触手 按钮随即打开 可是电机对这怪物已经全然无效了 一条触手马上朝我回击 虽然我勉强躲过 但是额头却被划开一道呆呆的空 上语大叔见此情形 禁止朝怪物丢出仅剩一瓶的稀释也 拜托了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可是事与愿为 触手怪稳稳地抓住飞来的瓶子 随后吐出一口老弹 躲闪不及的大叔被部分老弹粘住 皮肤开始被腐蚀 触手怪伸出触手 缓缓走到大叔面前 兴奋地喊道 我没死了 你去死吧 大叔紧闭双眼 等待死亡的来历 三件事刻 一根弩箭高速地飞出 这只触手怪时常在楼道游荡 只要碰到人类就会无情地虐杀 怪物刚要杀死上语大叔 一只利剑破空而来 只见一老人拿起手中自制的燃烧瓶 朝触手怪上方扔去 火光瞬间在昏暗的楼道炸开来 触手怪依旧惧怕着火焰 慌乱地掰开电梯门逃入了电梯井 壁旁的女孩调侃老人老眼昏花了 这都打不中 老人反驳道 我是故意吓下那怪物的 没必要太过于刺激 吓跑他就行了 紧接着老人看向我和尚语大叔 骂到两个傻X何必刺激 那个胆小的怪物逼起进化 虽然老头嘴碎 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善良的 他带我跟尚语大叔到他的住处清理伤口 就在小女孩要帮我清理伤口时 我死死地捂住额头不敢挪开 壁旁的老人察觉到不对劲 拿起手中的弓弩对着我 小子 把手挪开 你是不是进入怪物化阶段了 尚语大叔正起身帮我解释 老人头也不回将弓弩指向尚语大叔威胁我道 把手从额头挪开 否则我就让这个狗熊一样的家伙替你吃这一件 永远闭嘴 现此情景 我无奈地缓缓挪开遮挡的手 刚才受伤的额头已经完全愈合了 老人立声呵斥 立刻滚出去 尽管尚语大叔再次起身解释 老人丝毫不理会依旧死死地盯着我 难道你听不见吗 我叫你滚出去 我缓缓起身走到尚语大叔身旁低落地说道 我还是走吧 毕竟我是个随时都会变异的小怪物 紧接着我拿起一旁的背包来到老人面前深深鞠了个躬 说了句对不起 静止地朝门口走去 殊不知这时传来老人哈哈哈哈大笑的声音 行了行了开玩笑的 走什么走 我这个快进墓地的糟老头子还需要怕什么吗 接着老人看向一旁的女孩说道 小宁你留在这里吧 我跟他们两人一并去解救十四层的孩子们吧 在死之前 我想玩一把英雄游戏 不疑会四人来到昏暗的楼道 小宁以他们没有手机为由 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去解救孩子们 因为在根处守怪战斗时 上宇大叔的手机被怪物毁了 而我的手机也已经烧坏了 我率先走到楼梯门口 震惊地发现此时阶梯上 一只全身肌肉的怪物站在原地不动 似乎是在睡觉 我猛地叫他们三人赶紧过来 并比起安静的手势 随即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是以小宁耳机有传来信号吗 小宁回了的大叉叉 我心想 没有信号 怎么可能 难道这个怪物可以屏蔽信号吗 我是一众人原地待着 我独自一人前去查看 紧接着我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武器 捏手捏脚地慢慢靠近那怪物 当走近一看 才发现这只怪物真的睡着了 我示意大家怪物睡着了 我们悄悄从旁边躲过 正当上宇大叔跟小宁犹豫不绝时 老人面带一抹微笑 率先缓缓走上阶梯 小心翼翼地经过怪物 小宁也紧跟其后 双脚颤抖地走到怪物身旁 殊不知此时 手机发出嘈杂的信号声 那只怪物的脸煞事出现在小宁眼前 这只三眼怪物将自己的好朋友杀死 随后又要将小女孩的脖子拧断 上宇大叔率先冲上前准备解救小宁妹妹 可是这怪物竟将小宁挡在自己的身前 还侧出头似乎在嘲笑着上宇大叔的无奈 大叔瞬间怒火蹭地暴涨 冲上前就要抱作怪物一顿 怪物盯着冲来的大叔 缓缓地松开手 随即化作一道残影 顷刻就到大叔身旁 笔拳狠狠地将上宇大叔祭倒在地 让怪物身体产生高温 全身通红冒着轻烟 看着上宇大叔手中滑落的酒瓶 怪物一脚直接踩碎 仿佛在告诉我们 这就是下场 见此情形 我死死地咬紧牙关内心下定决心 老爷爷 你先走替我们救出孩子们吧 毕竟这笔报仇划算多了 不是吗 看着我一副准备赴死的样子 大爷浑身颤抖脑海里不停争斗着 毕竟放弃队友对于他来说很难 权衡一会儿 大爷迅速跑上楼 对着我吼道 小鬼 你一定要活着 我们十四层见 这时全身渐渐推去高温的怪物直勾勾地看着我 一阵冷风扑灭而来 那怪物瞬间出现在我面前 猛的一脚将我踢飞 强大的冲击力将我击飞到楼道 刚刚的一击已经将我的胸骨击碎了 身体目前着实无法动弹 而这个怪物每次急速移动后 全身都会产生高温 速度就会变慢 随之进入冷却 看着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的怪物 我内心呐喊着 再快一点 拜托了稍微再快一点 一定要在怪物冷却结束前修复好胸骨 就在怪物近在眉睫时 体内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下一秒我打开武器的电阀 猛地将刀尖刺入怪物的脚掌 煞事怪物全身充满电流 刚刚沾满酒精的脚掌 在强力的电流下产生火焰 怪物用自己计快的速度 不停地甩动自己的腿 不一会儿 脚掌上的火焰渐渐熄灭 冒着一股青烟 怪物全身通红猙獰地看着我 沙哑地说道 真有趣啊 这只喜欢站在楼道裸睡的怪物 不仅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还想把知道秘密的人都杀死 而我恰巧进入过他的房间 知道了他的秘密 此时我趁着怪物身体还在冷却时 迅速地躲进一间房里 望着房门紧紧地盯了一会 看来怪物已经甩掉了 紧接着又想到 如果自己继续躲下去 那只怪物可能会去找楼道晕过去的 上语大叔跟小妮 我寻找房间可用的工具 只有两瓶强力浇水跟一捆风等线 必想到那家伙恐怖的速度 连肉眼都难以捕捉 心中一记 我将风筝线均匀地涂抹上强力浇水 使得风筝线硬度犹如钢绳一般 随后走到楼道 将强化的风筝线绑在两端房门 心想 如果我利用声响将怪物引来 以自己为右耳让它冲向自己 极致的速度加上钢绳般的风筝线 必定能将怪物分割成两半 一切准备就绪 我拿起瓶子用力地砸向地板 那怪物果然被声音吸引而来 看见我站在走廊一副决意死战的模样 怪物瞬间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向我 就当风筝线刚接触到怪物身体时 反应迅速的怪物瞬间一个下腰花铲过来 我抓起一旁的武器 狠狠插入滑行中的怪物 壁股强大的电流充斥着怪物全身 直到怪物贪软在地 全身通红冒着一阵阵青烟 我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稀释剂 泼洒在怪物身上 可当我拿起火柴的瞬间 犹豫了 他们曾经都是人 我这样算不算杀人呢 与此同时身体里的怪物也出来蛊惑我 车贤秀 你无视我的警告选择的现实 为何现在犹豫了 你不是已经用那武器刺穿怪物好几次了吗 为什么一想到要亲手 结果它是犹豫不决 难道就因为它曾经是人类的事实吗 可是你别忘了 曾经也有许多人类被怪物害死 哈哈哈哈 你是时候付出代价了 我渐渐控制不住我的身体 一脸疯狂地喊着 去死吧 你们这帮砸碎 就在这时 我准备点火的手被紧紧抓住 上语大叔看着我几箱电影 狠狠地一拳打在我的腹部 虽然很痛 但是这一拳彻底让我清醒 上语大叔捡过吊在一旁的火柴 问我是否让他带牢 我摇了摇头 拿起火柴努力地克制自己不要乱想 随即缓缓地将燃烧的火柴丢向那口 这个身材瘦小的怪物体重却有三千斤 独自一人就让电梯超载 就在刚刚 我克制自己的恐惧 拿着火柴将怪物点燃后 我们一路安全地来到1408房 我关切地询问大婶去哪里了 孩子们跟机械师面路难堪沉默不语 我内心顿时有一丝不安 随着目光转移到卫生间 看到那一直叫着妈妈的巨鹰 我内心五味杂沉 紧紧咬着牙不让泪水流下 缓缓走上前抚摸着巨鹰 我想大婶现在很幸福 如果那个怪物所言属实的话 众人看我自言自语地说着 一脸不解 但也是默默地看着 并没有打扰我 过一会儿 上语大叔向机械师说明来以后 机械师爽快地答应下楼帮忙 可是这么多人一起行动 被怪物发现的概率很高 机械师认为没必要全部下去 毕竟弄坏电梯的是保安老头 他应该没办法以专业的方式弄坏它 最多让电梯断电 只要把机械师带到一楼就能修好了 随后上语大叔负责被机械师 而我跟安吉老人负责护卫 留下小宁照顾孩子们 小宁突然跑过来紧盯着上语 将自己的手机放入他的口袋 并将耳机塞进上语的耳朵 还交代机的手机一定要还我 这一操作直接把上语弄得面红耳饰 讲话吞吞吐吐吐 临走是我透过洗手间玻璃窗 看着宁静的巨鹰难难道 大婶最终的选择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欲望 而我想继续留在这个世界战斗下去 在那里一定要很幸福 所幸这一路上都没遇到怪物 很快安全地来到一楼幸存者聚集地 智叔姐跟剑圣大哥双双看向我 随即智叔姐缓缓走向我 示意我来个拥抱 我顿时心里小鹿乱撞 不知道如何是好 为了缓解尴尬 智叔姐死死地拽住我脸颊 开心地说道 臭小子没死就好 虽然脸上很痛 但是我的心里却很闷 这时银河一脸平静地走过来问道 孩子们啊 还以为你肯定会救他们 你当时的表情那么认真 现在有点失望啊 我举起拳头 狠狠地朝银河下巴打去 混蛋 你当时是故意挑衅我的 臂旁的上语快速架着我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缓缓起身的银河示意上语 这只不过是他该做的事 放开他吧 我冷笑着说道 你得感谢我 若不是无法买到新的眼睛 就不是坐下巴那么简单了 随即银河伸出手 想跟我握手言和 看着他那副嘴脸 我吼道 你这家伙还得寸进尺了是吧 机械师这时出来呵斥的 叫我来就是为了搞这种破事吗 随即怒视着银河说道 捧头小子 孩子们还活着 所以该去救他们了 不过这次有个轻松的方法 利用机械的力量 紧接着 我们一群人来到一楼的电梯操控室 果然那个保安老头 只是简单地将电梯断电 随后机械师轻轻一按 左边电梯便开始运行了 而右边因为之前蜘蛛怪逃了进去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要是贸然启动 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暂时先不启动 此时站在电梯门的小豆丁 发现电梯开始运行了 开心地喊道 有电了 周围的幸存者也纷纷围了过来 都想乘坐电梯回家一趟 可原本在14层的电梯 突然上升了一层 然后开始显示人员超载 小豆丁惊孔转过头告诉众人 电梯自动下来了 我还没按啊 众人一听心里顿时慌张起来 纷纷拿起武器注视着电梯 丁一声 电梯来到了一楼 门缓缓打开 超载的电梯里面只有一人 是消失的保安老头 随即他一步一步走出电梯 脖子开始不断地扭动 传来一阵阵鼓励的声响 下一秒竟变成满脸猙獰的怪物 保安大叔为了杀死小区的所有人 将自己硬生生地变成一个三千斤的怪物 原来在病毒爆发以前 保安大叔每天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 可这栋公寓的业主们 只把它当作社会的最底层凄厉 直到那个卷发大妈看似好意地 送来一箱海鲜 可当保安开心地打开以后 那些所谓的海鲜 早已腐烂地发出恶臭 保安大叔失去了神职 拎着除草机是要杀光公寓所有的人 所以他关闭了所有出口 可在去楼顶上锁的时候 被电梯困在了15楼 直到不久前 我们带着机械师回到1楼 修复好了电梯 可没想到 竟阴差阳错地将这个怪物放了下来 保安大叔一看 眼前是送他一箱发臭海鲜的卷发大妈 一个举起手中的除草机 将大妈的脑袋削了下来 见此情景 众人开始纷纷四处逃窜 见圣大哥手持武士刀冲了上去 可没想到 却被保安大叔一击甩飞 而另一个手持木棍的幸存者 也被保安大叔活生生地开膛破肚 杀内间便有两人被怪物杀死 随后保安大叔缓缓走来小豆丁跟前 淡淡地说 第五个了 紧接着举起手中的除草机对准了小豆丁 就在这时剑圣大喊一声 助手 有本事朝我来 保安大叔脑袋360度旋转过去 举起手中的除草机对着剑圣冲了过去 看着冲来的怪物 剑圣淡淡地说道 主说 要有光 随即按下盾牌上的按钮 逼到强光照的怪物停止攻击 剑圣大叔举着盾牌奋力撞向怪物 可没想到的是 怪物竟然纹丝不动 他突然想到这怪物一人就可以让电梯超载 恐怕已经将之前杀死的人全部吸收了 正当剑圣思考中 怪物随手一甩 剑圣静止撞在墙上 五脏六腑似乎已经破碎 肋骨也全断了 鲜血不断地从口壁冒出 他艰难地想要拿起掉在地上的武士刀 嘴里念着 就这么结束了吗 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和志书小姐每次相遇的场景 伴随着怪物缓缓靠近的脚步声 剑圣嘴里默念着 志书小姐 我再也没办法保护你了 随着一声闷响 剑圣的头被那怪物踩得粉碎 而此时我正在跟志书欣赏着音乐 两名幸存者惊慌地冲进来 将门死死地反锁 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 保安大叔变成怪物袭击了我们 有两个人瞬间就被杀死了 听闻同伴正在被怪物灭杀 我急切地想出去帮忙 可是两个自私的幸存者却拿着桌子私私抵住 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出去救人 直到志书忍无可忍 拿起手中的狼牙棒 攥着男人的衣领威胁道 不想现在就死 立刻开门 随即两个男人才颤颤巍巍地开启一道门风让我们出去 而此时门外刚刚杀死剑圣的怪物缓缓朝小豆丁走去 双腿颤抖的小豆丁不停微微往后挪动 这是安吉爷爷从身后捂住小豆丁的嘴 示意不要发出声响 万一引来小区别的怪物就麻烦了 随即朝保安大叔射出一根剑 可是却一点作用都没用 见此情景 安吉叫小豆丁赶紧先跑 毕竟他还年轻时间还很多 可不能死在这里 看着手持除草鸡进直走来的怪物 打破了小豆丁心里最后一道防线 扭头就往后面跑去 嘴里还喊着对不起爷爷 看着近在咫尺的除草鸡 安吉自嘲道 虽然我只是个时日无多的老头 当真正面临死亡时 心里的恐惧一点都不比任何人少 这个保安大叔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 可是却被小区的业主们 当作社会的最底层凄厉 在欲望的驱使下 变成了重达三千斤的怪物 计划杀死小区的所有人 就在刚刚扭头往后跑的小豆丁 正碰上迎面赶来的我 终于在那怪物挥起武器的时候 我挡在了安吉面前 兵器瞬间相撞 勉强挡住了只致命一击 但是我小瞧了这怪物的力量 他单手轻轻一捏 电刀竟如纸片般被生生折断 接着随手一甩 我就重重地摔在地上 可我身旁的身体 竟然是已经被踩碎脑袋的剑上 即使那脑袋已经血肉模糊 但是经过这么久的相处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我陷入深深的自责 如果我能早一点来帮忙 结果剑胜可能就不会死了 志书见我愣在原地 奋力地拖着我 躲过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那保安怪物也失去了内心 笑脸扭转了一圈 化作一张胸脸盯了过来 志书先下手为强 拎起手中的狼牙棒 向怪物头上打去 却被那怪物轻松挡了下来 布满尖刺的狼牙棒 仿佛只胡一般被捏得摊扁下去 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 等到回过神来已经被扔出树面 而此时那怪物的出草机 已经对在我的头顶 下一秒 居然轻轻地放了下来 我的眼神竟是空洞 俨然成了怪物模样 一步一步地走向受伤的志书 现此情景 他绝望地哭喊着 别输给怪物啊 混蛋 这声音像一阵响雷炸在脑海 我请客恢复了神志 而此时用来挡住房门的书架 发出一阵异响 接着一条如针管般的舌头 猛地冲了进来 我眼击手快一把抓了他 反身一扯将他刺进了保安的胸膛 那舌头开始疯狂地蠕动 壁鼓鼓不知是液体还是什么的东西 不断地从保安的体内抽离出来 闭眨眼功夫 那怪物已然成了一句干尸 门外一个低沉的声音打了一个宝格 说了句足够了 接着舌头缓缓地缩了回去 而这时 上语大叔一群人也来到了这里 看着这一地的狼藉 久久无法言语 当世界末日来临 比起横行的怪物 更可怕的是人心 一群人点燃了保安怪的尸体 烧焦的尸体竟然扭动起来 体内突然挤出无数的人脸 然后扑的一声 一切都化为灰烬 可这时那些幸存者却开始抱怨 要是不休电梯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冷眼一瞟 呵呵 怂得不敢开门的人 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别人 那两个大叔瞬间被赌得无话可说 这时李银河说道 那剩下的其他人呢 殊不知之前躲起来的眼镜女 此时刚刚扔下手中带血的哑铃 而她面前的 是满头鲜血的蓝发小哥 只是因为小哥拿着武器 却不敢去面对怪物 在争夺武器的过程中 眼镜女对同类通下了杀手 当人们发现这一切的时候 眼镜女正蹲在地上痛哭流体 而蓝发小哥早已失去了意识 或许在这末世里 对人类最狠的永远都是人类 他还在那里不住地哭着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让他去对抗怪物 我明明很善良的 上语大叔看着眼前的尸体 默默捡起剑胜的武士刀 先生就让我稍稍借用一下吧 末世之下 所有人都在盘分着自己的主意 而此时的李银河 心里也在默默计算着 现在已经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了 却只招来一只怪物 公寓外面的世界 真有那么危险吗 或许还有其他的希望 他兴致冲冲地找到我 车贤秀 求你出去好吗 替我们成为诱饵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安全与否 我顿时愣在原地 还没听懂他这话什么意思 智书抓住李银河的脖子 一个头锤轰在他的脸上 眼镜如同落叶般升向天空 李银河 你还是人吗 片刻之后 那家伙似乎恢复了理智 机械大叔粘好了他的眼镜 此时又在帮我们修复损坏的武器 不管是我的电刀 还是智书的狼牙棒 就连剑圣的盾牌 都被那些怪物状的变形了 大叔表示修好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需要一个工作室 比如保安的休息室什么的 可保安的休息室 现在正在关押着 那个即将变异的兔头大叔 他用口红不断在墙上画着圆圈 因为有数十万双眼睛 正在盯着他 他向恶魔祈祷 想要索取恶魔的力量活下去 可这时 无数双手缓缓地伸向他 这个男人用口红在墙上画满圆圈 似乎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突然脑中浮现出无数的眼睛 他向恶魔祈祷 想要索取恶魔的力量活下去 可这时 无数双手慢慢地伸向他 没用的人类 只会碍事地住除 你这样的废物 就只配去死啊 男人恼羞成怒 冲着恶魔大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酗酒是因为社会一直在造酒啊 我家暴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女人 笨手笨脚 我变成这样绝不是我的错 这时恶魔却说道 你这个死人渣 还真是无可救药啊 我连诱惑你的心思都没有 所以你就乖乖去死吧 接着竟然扭头离开了 男人连忙追了上去 不住地诉说人生的苦楚 最后竟然扑通一声跪下 求你 求你 满足我的欲望吧 恶魔见状 缓缓停下了脚步 嘴里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那就给你个面子 不用说出来 我早就知道你的欲望了 回到现实 男人的鼻子开始涌出鲜血 即将进入便衣 他一脚踹飞地关注他的房门 门口看守的卷发大叔 眼看发生便衣 连忙把手中的武器塞给你海 接着头也不回地逃跑了 而这时便衣完成的男人 已经缓缓走了出来 原本光秃的头顶 竟然长出了茂密的头发 但他终究还是被那怪物耍了 见到眼前的活人 男人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可这时 毕生老公叫住了他 是他的妻子 大妈气冷的眼神充满了失望 默默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棍子 狠狠砸在男人头上 谁允许你变成怪物的 我都还没被怪物操控 你就只想着逃避吗 现在还有什么一言吗 男人似乎被这一棍子 打回了一些神志 小声地说了句 对不起 大妈听后似乎内心得到了解脱 竟然毫不留情地 再次垂在男人头上 一下又一下 直到鲜血溅满墙 直到整个头颅都血肉模糊 直到全身无力地瘫软在地 丈夫犯了错 理所应当由妻子亲手解决 入夜后 机械师大叔修好了 楼内的广播系统和监控 我们进入电梯 就回了14楼的孩子们 而看着监控里怪物 侵占的停车场 理应和有了新的计划 我们去收复停车场 干掉那三只怪物 这个男人是个变态 他有着五米长的舌头 最喜欢把他插进人的身体里 可现在他的舌头 却被人硬生生拽了下去 脚下不断传来奇怪的声音 接着身体便猛地一扯 传来一阵咀嚼声 然后一个浑厚的声音 说了句 蛋白质 我拿回了保安怪物留下的油桶 安吉大爷把他们做成了 13个燃烧瓶 准备烧死停车场那些怪物 可前脚刚离开这里 一个身影缓缓走了过来 悄悄地拿走了一个瓶子 李英赫向大家介绍了他的计划 打开停车场大门 怪物们肯定会聚集过来 届时我们利用燃烧瓶 将它们驱逐到门外 然后马上封锁卷帘门修补漏洞 最后李英赫和陆宁用灭火器 熄灭火焰 全程由机械师大叔 盯着监控以及操控卷帘门 只要我们重新占领停车场 我们就可以制造出装甲车 离开这里去寻找食物 而在他们开会的时候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 看着这熟悉的地方 心中不免一阵苦楚 这几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没想到短短几天世界 就被怪物占领沦为末日 这时小豆丁李悠找了上来 她是李英赫的妹妹 和我一样 她也和哥哥独自生活着 我不禁问道 李英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英缓缓说道 哥哥只是个脑子聪明一些的宅男 平时在班里总是被人孤立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和我的妹妹 有这样的哥哥你不会感到丢人吗 可李英却说有这样子 被孤立的哥哥确实会感到丢人 但那也是自己的哥哥呀 毕竟都是一家人 对 家人 或许我的家人 也不是真的要放弃我 而在楼下的房间里 大妈在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后 始终蜷缩在角落 这是一个身影出现在她面前 是眼镜女 她拿着燃烧瓶一脸阴狠地说道 姐姐啊 我根本不敢等到你变成怪物 是你曾经告诉我 在你进入怪物化的时候就了结你 既然这样 那我提前杀了你这个垃圾也不过分吧 只见他缓缓点燃了燃烧瓶就要扔向大妈 可这时 被打晕的蓝发小哥流着鼻血出现在他身后 这个男人的梦想是成为练习生 经过了两年半的练习 眼看就要爆火出圈 可世界却爆发了末日病毒 而此刻他也被感染了 两只眼睛布满血丝鼻血不住地躺出来 他用力抓住眼镜女的肩膀 看着我 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可结果却是这样 卷发大妈见情况危急 猛地冲上前想分开两人 不计前嫌地要救下眼镜女 但那怪物的手抓得太紧 直到手指都被大妈掰断 他们才看看推开这怪物 而那练习生听完自己变成怪物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走向了镜子 他看着自己帅气的脸庞如今变成这副模样 彻底陷入了癫狂 整个人都变得扭曲起来 就在这时 大妈从背后一棍子敲晕了他 危机暂时解除了 但眼镜女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燃烧瓶 反而一脚踹飞了大妈 必须要在变成怪物之前杀掉你 接着燃烧瓶脱手而出 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直奔大妈而去 却不料大妈身形一闪 稳稳地接住了瓶子 这下轮到眼镜女慌神了 她颤抖着叫着姐姐 试图祈求原谅 可大妈却质问她为什么我这么信任你 把我感染的秘密都只告诉你一个人 你却试图烧死我 眼镜女见没了伤浪的余地 咬了咬牙狠狠地说道 我只是做该做的事情 谁会允许一个即将变异的人在身边 别说你还没变成怪物 刚才那个反应速度你怎么解释 我是胆小 但我至少遵守了约点 没和其他人说你是怪物 就像你杀掉自己的老公一样 死在我手里是最好的选择 大妈这才反应过来 和这种极度自私的人 似乎已经说不通什么 只是默默地说道 或许有一天你也会变成怪物 眼镜女抢着说自己那时候会自杀的 不过谁都知道她不会 这种人一定会为了活着拼命地挣扎 正当他们吵着火热的时候 我们纹身赶了过来 眼镜女揭发了大妈的感染者身份 就这样 她和那个练习生被关进了之前的房间 不久后 机械师修复好了我们的武器 上语大叔继承了剑胜的武士刀 而我则接下了他的盾牌 我们一行人按照计划 来到停车场的门前 智叔把他的手机送给了我 用于检测怪物 但此时耳机里一丝声响都没有 想起之前的闪电怪在睡觉室 不会发出噪音 我们决定趁他们睡觉 一把火烧掉他们 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我们分批做好准备 随着礼合一声令下 所有的瓶子飞向天空 三只怪物被同时点燃 尽管有一些挣扎 但在火焰的加持下 很快解决掉了他们 我们正准备庆贺胜利的成功 但智叔眼前的那只怪物 竟然是一坨空壳 这只变态的蜗牛怪 喜欢躲在房顶 将路过的人类脑袋拧下来当球丸 看着那被烧成灰烬的怪物 竟是空壳 智叔心生不妙 此时监控前的机械师 看见怪物正在智叔头顶 通过广播急忙喊道 小心头顶 那蜗牛怪迅速举起双手 朝智叔的脑袋戏去 智叔虽然反应及时地 躲过蜗牛怪的致命一击 可是肩上依旧被蜗牛怪 锋利的利爪划开 深深的一道口子 眼看蜗牛怪再次 向受伤的智叔发动攻击 我轻刻陷入疯狂 混蛋 不准伤害他 可就在我奋力地冲向他时 双脚犹如陷入沼泽似的 随即伸出两条触手 将我的脚紧紧缠住 地上渐渐冒出许多眼球 脑海中传来 你就不了他 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我咬紧牙关 紧紧握住手中的剑刀 给我削挺点 混蛋 猛地将剑刀刺进自己的大腿 剧烈的疼痛感 让我瞬间清醒起来 迅速地冲向智叔 定睛一看 众人已经救下智叔 那怪物在众人的围攻下 已经燃起雄雄火焰 现此情景 我内心告诉自己 不管无法逃避的现实是否存在 我也绝不会毫无反抗地 失去珍惜的人 将停车场的怪物清除后 机械师马不停蹄地开始改装车子 不过虽然材料充裕 但是这改装车也无法百分百 抵抗住怪物的攻击 毕竟他们的力量千差万别 殊不知一楼的房间内 长发大叔正在跟光头大叔和志恩抱怨吃不饱 蛊惑二人一起去讨要上次从机械室那里获得的食物 长发大叔见自己说了那么多 二人都无动于衷 甚至还替上语他们说好话 独自一人骂咧咧地离开 回想起当时在便利店偷听到上语跟李银鹤的对话 再三天食物就见底了 即使限制每个人的量也只能挺一周时间 要是这次购物作战计划失败了 面临的结果就是全部饿死 到那个时候 除非人吃人 我原本只是充满善意地去帮助别人 却被人天天胖揍 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就在刚刚 我们告别众人出发前往附近的医院 我在车里看着原本准备自杀的日期 原本是准备明天死的 但是今天为了活下去 我必须走出这儿 汽车缓慢地驶出地下室 外面耀眼的光芒照射在我的眼睛 突然将我带回到曾经的回忆 那时候跟同学和睦相处 关系十分融洽 直到那个新来的转校生出现 改变了我的一生 看着新来的转校生一直站在贩卖机跟前徐着 我怀揣着好意走过去询问是不是没钱 见对方不答 以为是不好意思开口 于是我从口袋翻找出所有的钱递给他 并笑嘻嘻地告诉他 不用还了 转校生淡淡地看着我道 真是傲慢啊 我不知道当时我做错了什么 就在这时 足球禁止朝转校生飞来 为了躲开足球 转校生跌倒在地 如果当时要是没下意识地生出手 我的人生会不会因此改变 没多久转校生便花钱雇了几个学校混混 在天台把我胖揍一顿 并且威胁全部人 谁敢和我讲话 就杀了谁 我渐渐地被全部人鼓励 可是转校生始终不肯放过我 将我拖到厕所 逼着我喝下用鞋子装的水 看着我迟迟不喝 他是一混混在没让我喝下 就撕掉手中的支票 混混见状便更加疯狂地揍我 直到我无法反抗将水灌进我的嘴里 看着我狼狈的样子 转校生缓缓走过来嘲笑道 我这么对你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那天 你给我递那几个脏兮兮的硬币吧 你父母明知道你天天被揍 为什么还是置之不理 难道因为你爸爸 是我家公司的员工吗 要不要吵掉你的爸爸 直接让你们全家露宿街头 会不会更有意思 他这个岁数要去其他公司不容易吧 听闻此话 我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起身将前来阻挡的两个混混 一人一下迅速解决 随即攥紧拳头猛地 吵转校生打去 可是一想到家人我停下身心 见此情景 转校生嘲讽一番之后 不懈地带着两个混混离开 明明我是好心帮他 明明只是一件小事 为什么 回到家中 爸爸看着我浑身是伤 却没有替我讨要说法的意思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甚至劝我原谅那个转校生 这个事就这么算了 我这么维护自己的家人 可他们却 从那一刻起 我开始讨厌老爸 地旁的妈妈也帮着老爸劝我 我也开始讨厌妈妈 我怀揣着一身委屈 来到妹妹的房间想聊聊天 可是妹妹却将我拒之门外 妹妹也开始令我讨厌 虽然最后爸爸找了校访之后 没再被欺负 但是我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 半年后看着转校生欺负人 原本我只想默默地走开 可是他竟然诱导同学去撞车 只要冲上去 他就会帮忙支付那同学妈妈的手术费 别人的生命在他眼里 仿佛就是让他寻欢作乐 寻找刺激用的 我着实看不下去 走到转校生身后 将他猛地退出去 奔驰而来的车子险些撞到他 结果第二天 老爸就被辞退了 但是我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 那个被诱导撞车的同学到家中找我 我原本以为他是来向我道歉的 可没想到他向我怒吼 都怪你 因为你我妈死了 自此之后 我发现自己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将自己孤立 但是现在我有伙伴 我有爱的人 我要拼尽最后的努力保护他们 沙士耳机里传来的嘈杂声 让我瞬间回过神来 不等我们反应 立志通红的巨型怪物 直接出现在车跟前 紧紧一掌 改装车的车头立刻摊扁下去 这个健身狂魔为了锻炼身体 从一百层跳下 不仅没死 还变成通体透红更加强大的怪物 紧紧一拳 就将机械师精心改造的车头砸扁 上语大叔在强大的撞击力下晕死过去 我急忙下车准备先引开巨型怪物 正好撞见巨型怪物 正抬脚踩向先下车的长发大叔 我猛地冲上前将长发大叔救下 巨型怪物直勾勾地看着我 似乎记得我是谁 迅速地冲向我 嘴里不停喊着肌肉 见此情景 长发大叔一如济然的胆小逃跑 就在危机时刻 安吉爷爷将燃烧瓶砸向怪物 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暴怒的巨型怪物愤怒一跃 重重地踩在改造车上 安吉爷爷再次扔出一个燃烧瓶吼道 赶紧点火 我手持尖刀狠狠地插向巨型怪物 殊不知这家伙的表皮已经不怕电击 单手猛地将我抓住 重重地摔出树木 听到外面闹出巨大动静 小区内的李银鹤知道这次计划失败了 我被摔得五脏六腑破裂一般无法动弹 侧脸看去 旁边不就是孩子们死去多时的父亲吗 原本说好帮他们收敛父亲的尸体 可是现在貌似要食言了 这时车内的尚宇大叔在强烈的晃动中清醒过来 迅速到车 将车顶的巨型怪物甩出 随后按动方向盘的喷火按钮 煞事怪物全身燃起熊熊烈火 眼看巨型怪物快要支撑不住了 喷射器的油居然用尽了 尚宇急忙打开按钮 将车头保命的冲锋挡板弹射到怪物腿上 趁着怪物被击退几步的缝隙 尚宇急忙手持武士刀冲下车 巨型怪物被火焰洗礼后 不停的膨胀块头越来越大 安吉知道这次任务彻底失败了 急忙过来搀扶重伤的我 准备先回到小区再说 巨型怪物看着跟前手持武士刀的尚宇 似乎让他想起当时剑圣砍他的情形 似乎好痛 可能武士刀对他有极大的阴影 直接掠过尚宇 奋力一跃跳到我跟安吉身后 钻井巨大的拳头狠狠地朝我们砸来 见此情景 安吉大叔抱着必死的决心 猛地将我推到一旁 我黯然地看着即将被捶中的安吉大叔 他眼神坚定地告诉我 一定要活下去 随着一声巨响 安吉爷爷被怪物的巨拳砸成肉饼 健身狂魔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 命生生一拳将八寻老人捶成肉酱 当我艰难地支撑起身体 肌肉怪物再次举起硕大的拳头对准我 这一拳如果被砸中 即使我是半怪物也绝对活不了 就在拳头即将垂下时 李银鹤和小宁手持灭火器挑衅着肌肉怪 随即对着肌肉怪就是一顿狂喷 密集的粉末令肌肉怪完全睁不开眼 借此机会 上鱼手持武士刀迅速地割破肌肉怪的脚腕 肌肉怪煞事重心不稳 摇摇晃晃 志书从一旁飞快冲来一跃而起 狼牙棒重重地砸在肌肉怪的脑袋 完美地配合下 我举起手中的尖刀猛地朝肌肉怪腰部辞去 一股强大的电流充斥着肌肉怪全身 使其不停地发出惨叫声 不一会儿 肌肉怪强忍着电流的疼痛 缓缓转过身紧紧抓住尖刀 即使有身体里怪物力量的加持 我的身体也渐渐快支撑不住 此时忍出一阵汽车的轰鸣声 一辆大巴车急速地朝我跟肌肉怪猛地撞来 我奋力往一旁闪去看看躲过大巴车 而怪物庞大的身躯来不及分 直接被大巴车猛地撞在护栏 当他摇摇晃晃地正要起身 大巴车再次卯足马力一次 两次 不停地撞击 直到肌肉怪动弹不得 紧接着长发大叔笑盈盈地从大巴车上下来 紧奔其后的是四名看似流氓的人 其中一人手上还拿着一把左轮手枪 最后缓缓下车的是一个刀疤脸 刀疤脸一下车就吩咐一旁的小弟 在肌肉怪醒来之前烧了他 小弟立即提着油桶朝怪物狂奔而去 刀疤脸不屑地看着他 真是个傻不拉几的家伙 上语大叔手持武士刀缓缓地走到刀疤脸跟前 告诉众人不要放松警惕这帮家伙是罪犯 众人一听顿时面露担忧之色 毕竟他们可都是良好公民 刀疤男率先对着上语开口道 听说你耻辱隐退 没想到会在这遇到 嫖尚语警官托你的福 我进去里面受了不少苦 不过现在世界变成这鬼样子 我又自由了 这是一旁手持左轮枪成为白虎的男人 嚣张地叫李银鹤赶紧让他们进去 他们不想一直待在这危险的地方 刀疤脸沈中示意上语赶紧领他们进去 等进去再聊 这里太危险了 上语果断地拒绝他们进去小区 毕竟他们可都是一群危险的人 李银鹤之势缓缓走向沈中 询问他们带来了什么东西 否则我们凭什么要领你们进去 沈中往身旁吐出一口气 随即紧紧抓住李银鹤的衣脸 单手将他举起来 脸色阴沉地说道 再说一句 就让你的下巴跟脑袋搬夹 放开他 上语开口制止正要施暴的沈中 看着上语愤怒的表情 沈中也不愿在这个时候跟上语打起来 随手将李银鹤甩在地上 志书见状急忙跑过去 关心被扔在地上的李银鹤 这一举动让刚刚那名 戴着耳机叫徐硕的男人 一脸贪婪地缓缓靠近志书 嘴里还不停地瞒着 女人啊 是女人啊 这是 我的耳机突然传来嘈杂的声响 是怪物来了 B旁的草丛赫然站着一只无头怪物 而另一边也缓缓走来两只怪物 众人顷刻便被怪物包围起来 这个人类为了成为天使 命生生将自己变成一坨插着翅膀的石怪物 就在刚刚 B群罪犯帮助我们消灭鸡肉怪 执意要跟我们进入小区内 可是让一群危险的罪犯进到小区 后果不堪设想 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 眼看着身旁的怪物渐渐包围过来 最后只好以大巴车中的食物为条件 大家一同撤回小区内 来到小区内 上语单独约见沈忠谈话 虽然很感激他们带来的食物 但希望他们可以安分手挤地待着 否则将会把他们赶走 沈忠丝毫不理会上语的警告 笑嘻嘻地告诉他 现在我们可是有粮食和巴士 相比你们 这栋楼一枚食物二枚店 中上层都还没确认是否安全的情况下 这里我们说的算 现在的世界 资源和暴力极是权利 随即又说道 你们这边应该有迈入怪物化的人吧 把他们都给我带来 我要公开处行 听闻此话 尚语怒火中烧 就要出手跟沈忠单条 沈忠也不甘示弱 就在两人即将短兵相结识 李银鹤出现阻止两人 毕竟这个时候对决只会两败俱烧 随即询问沈忠 我看巴士还挺完整的 算得上武器的也就一把手枪 靠这个就能从首度安然抵达这里 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 沈忠听完神秘一笑 缓缓走了出去 来到楼道碰到了自己的小弟仁凡 询问一番后 仁凡告诉沈忠 这里他已经全部了解情况了 显露怪物化症状的人有三个 其中两个被关在保安休息室 沈忠示异人凡 可以开始实行你的计划 仁凡独自一人来到众人休息室 跟大家不停地聊天套近乎 渐渐开始融入众人 仁凡告诉大家 曾经他们经过一个小教会 里面的牧师跟信徒们都是大好人 不仅给他们水喝还给他们食物吃 可惜因为太过于善良 收留了怪物化的人 最后全部被怪物杀死了 仁凡边说还边带动着气氛 甚至讲到自己都眼眉痛哭 听完仁凡这样的话 众人开始惶恐不安 毕竟他们身边就存在怪物化的人 小宁认为虽然怪物化的人是定时炸弹 但是直接赶出去就太不负责任了 但是一直自私自利的眼镜女主张 将怪物化的人都杀死 就这样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一旁的小豆丁看着争吵的两人 转眼盯着人帆 心想 这个人一来就开始煽风点火 我们内部在不知不觉中就内讧起来了 一定要小心这个人 达到目的的人帆来到拿左轮枪罪犯的身旁 哈哈大笑地告诉他 感觉可以开始了 这帮傻逼们怨念很深 他们有些人希望我们 替他们杀掉那些怪物化的人 这群变态将幸存者基地占领后 立即杀死基地年纪大的女人 随后将年轻貌美的女子留下来 当作泄愤的工具 就在刚刚 背包小伙在知道了部分幸存者 对怪物化怀有很深怨气之后 便开始施行他们的计划 背包小伙召集拿着左轮枪的男子前去杀死 被关在保安室里已经怪物化的两人 恰好被李英赫和上语撞见 当即拦在两人面前询问究竟想干什么 男子二话不说举起左轮枪瞄准了上语 如今 这个世界景观之类的东西毫无意义 你现在屁也不是的家伙 识相的话 最好滚到旁边 冷静如狂的李英赫死盯着手持左轮枪的人说道 你们就是一群屁 如果你胆敢开火 附近所有的怪物就会蜂拥而来 男的听后虽很生气但也很清楚 怪物一集结到此 必定九死一生 见男人不敢开枪 李英赫再次开口说道 你们能安然的来到这里 依靠一只左轮手枪是绝对不可能的 刚刚看见你们的首领独自去找车贤秀 表明你们中还有那一类存在 而且十里远超车贤秀的半怪物 你们很渴望得到车贤秀吧 毕竟这才是你们能活着来到这儿的理由 似乎被猜中真相 男子怒气冲冲地举起左轮枪 让李英赫闭上嘴巴 毕竟 拥有半怪物人可是这群罪犯的机密 正当双方剑弩跋扈之际 陆宁他们成群结队地缓缓走了过来 看男子持枪对准上语 脸上立刻露出警觉的表情 时刻准备着战斗的样子 去保安室开门 让他看一下两人的情况 如果状态不好 尽管很伤心却只能让他们离开 或帮助他们永远入水 画面一转 这是我正在家里看着 智书的手机感慨万千 若是我自己的手机 此时应该已经响起自杀铃声了吧 如今真有种重获新生之感 这时罪犯老大沈中 从门外缓缓地走来 直接直奔主题拉拢我 让我和他们结成一伙人 由于我是半怪物 未来将会是他们核心战斗成员 而且现在他们以计划控制此地 先把除我外的怪物化人员全部杀死 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废物 跟我完全不同 无法控制体内的怪物来转化为战斗力 随即在横扫大楼中所有的怪物 然后安装他们带过来的发电机 把这里作为一个基地 所需资源可乘坐楼下的大巴到户外搜索 尽管我认为他们的方案听上去很好 但我仍依然回聚了沈中 毕竟我对这儿的情感 并不是他们冷酷的罪犯所能理解 看我神情坚定 沈中一脸怒意地抓着我的领子 将我微微提了起来 尽管如此 我依旧毫无畏惧地看着他 你想杀死我吗 你没有这个能力的 沈中忽然淡淡地笑了 我明白 顿时一根粗壮的触手 从沈中背后狠狠地把我牢牢缠上 巨大的束缚力 使我立刻喘不过起来 哪怕再多用一点力气 我的脖子就会立即粉碎 当人类和丧尸完美融合 会发生什么 这个男人不仅有着人类的神志 还拥有了丧尸的绝对力量 他单手一挥 手臂肌肉暴涨 伸长了无数倍 紧紧地攥住了我的脖子 原来他是一名精神分裂患者 体内同时存在着两个人格 在病毒感染的时候 只影响了其中一个 所以他获得了这种超人般的力量 而这伙最凡来此的目的 也是为了寻找并招募我们这种 可以和怪物共存的特殊人类 那触手越收越紧 见我马上要支撑不住 赵贤缓缓地松开了手 看着跌落在地的我 沈中投来了失望的目光 看见了吗 这家伙比你强得多 想要杀死你轻而易举 想要活下去 就考虑好加入我们吧 说吧转身离开了这里 留我一人 在地上喘着粗气 与此同时的楼下 白虎用枪逼迫大家 打开了关押感染者的房门 准备杀死还没变异的人类 可房门打开 屋内只剩下倒地昏迷的大妈 和天花板一个硕大的破洞 之前关押在一起的蓝发小哥 已经彻底变异逃脱了 陆宁叫醒了大妈 他最后的记忆 只剩下那个小哥的脸 变得无比扭曲 然后一拳打晕了大妈 这时沈忠走了过来 他接过白虎手中的左腕 对准大妈的头 我叫沈忠 我对你没有私人恩怨 不过你必须死 还有什么意愿吗 不等大妈开口 他一枪扣动了扳机 打爆了大妈的头 震耳欲聋的枪声 响彻整个大龙 见沈忠还没有收敛的意思 上语冲上去抓住了他的手 两人几乎同时出拳 轰在对方头上 不由地各自后退几步 这时李银赫喊道 耳机 这么大的枪声 一定有怪物正在靠近 果然所有人的耳机中 传来刺耳的声响 身旁的电梯急速地下坠 一只利爪撕破了电梯门 久违的蜘蛛怪物 从电梯里缓缓地钻了出来 这个变态的怪物 学会了乘坐电梯 他一把撕碎了电梯门 从里面缓缓地钻了出来 白虎刚想开枪射击 却被李银赫拦住了 如果再开枪的话 会吸引来更多的怪物 却使沈中看着逃跑的光头大叔嘲笑道 没想到还有比我们这群恶棍跑得更快的家伙 话音刚落 那怪物静止冲向沈中 他站在原地面不改色 因为一条粗壮的出手 牢牢地钻住了蜘蛛怪物 是赵贤出手了 他叫所有人躲起来 准备单独面这怪物 手臂用力一甩 把那怪物轰在了墙上 接着咬牙发力 无数尖刺爆发出来 瞬间洞穿了那怪物 可那怪物却喊着 我不会死 赵贤盾赶出手一针刺痛传来 那怪物表面不知分泌出什么液体 似乎有极强的腐蚀性 逼着赵贤的手臂缩了回去 短短一刹 怪物甩出一条触手直奔赵贤面门 幸好沈中及时按着他的脸躲过这一击 沈中大声吼着 你在干什么 赵贤紧忙道歉 但手臂被腐蚀得太严重 需要一段时间复原 可那怪物并没给众人喘息的机会 第二道触手接踵而止 沈中堪堪躲过这一击 喊着人烦向他喷气油 但此时喷嘴却出了问题 眼看那怪物直奔人烦而去 赵贤的触手也还没恢复好 上羽大叔拎着武士刀挡在了面前 一刀劈向那怪物却没想到 那怪物的触手不止坚韧 而且异常的灵活 他反手一卷将武士刀甩飞了出去 手无寸铁的上羽现在只能闭上眼灯死 可这时一只坚韧的触手 接住了武士刀 反手一刀 斩断那怪物半数肢体 是赵贤只见他的表情异常的兴奋 另一只触手猛然甩出 把蜘蛛怪轰在墙上 双手不断发力 把那怪物硬是砸成了肉泥 沈中按照不好 原来是赵贤体内的第二个人格觉醒了 当时撞死肌肉怪的就是这个人格 极度失血且狂暴 他像之前一样轻轻拍了拍赵贤的肩膀 够了吧 可这次赵贤却问他 这是命令吗 沈中恳切地说 只是请求而已 赵贤这才松开地出手 众人临上汽油点燃了这怪物 沈中耀武扬威地说道 刚刚是我们救了你们了 就归顺我们 让我们来保护你们了 他本想就此招募剩下的幸存者 可这是 原本已经死透的大妈 竟然颤抖着 走到众人面前 这个女人刚刚被枪轰碎了脑袋 却奇迹般地死而复生了 他摇晃着缓缓朝人群中走去 上语大叔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变异了吗 沈中接过左轮说道 不可能 死人是不会变异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再杀死一次就好了 说着一枪再次打在大妈身上 可这次伤口流出的 却不是血 而是一种半透明的液体 他疑惑着说 能看见我 说着嘴角如动 从嘴里吐出了那枚子弹 眼角犹如哭泣一般 流出大量的那种液体 随即发出一声 孩童般的尖叫 眼看就要不如狂话 这时赵贤果断出手 他的手臂缠绕上大妈 从他嘴里挤出一摊液体形态的怪物 贴在了天花板上 赵贤冷笑一声 终于露出本体了吗 李银河大喊 住手 这怪物没有攻击性 好像只是孩子 在和我们玩捉迷草而已 然后又抬头对那怪物说道 我们能看见你 不过随便躲进别人身体 也太不礼貌了吧 那怪物似乎听懂了这些 流动着离开了 可沈忠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怪物 不管有没有攻击性 他命令人烦追过去 随着汽油喷在他身上 怪物扑通一声吊在地上 被一把火点燃了 在火光里 他想起变异前的最后一段时光 他正在衣柜里和妈妈玩着捉迷草 却在门缝里 看到被瞎眼怪洞穿的妈妈 壁骨鼻血流下 他的欲望是 怪物不要看到他 时间回到不久前 当我还在楼上 思索着赵贤的能力时 闭声枪响传爱 我拎起武器冲出房间 正看到电梯疯狂地下坠 就当我意识到 不对想要下楼帮忙时 身后的房门被人猛然踹开 壁张巨大的人脸 出现在我面前 我一步步后退 那句脸一步步贴近 他突然俯下身子问我 我 帅吗 我被这突然的问题 问得不明所谓 下意识嘀咕了一声 这怪物在说什么 可听到我叫他怪物 那怪物的脸变得极度癫狂 两只眼睛恶狠狠地叮向我 我脑中顿时像雷鸡一般 一股刺痛传来 拼命地向后退了几步 这疼痛才有减轻 可抬头再看见那双眼睛 刺痛再一次传来 直到那怪物表情变得正常 疼痛一瞬间消失了 这家伙 是会某种精神攻击吗 只见他缓缓地向我走了过来 再一次问我 我 帅吗 我大概知道了这家伙的把戏 笑着回答 很帅 这家伙的眼睛慢慢鼓了起来 开心地笑了出来 然后从我身边欢快地路过了 看着他那非主流的蓝色头发 我猜想这只怪物 就是关在楼下的蓝发小哥 可能因为刚才楼下的巨像 跑到了这里 现在他背对着我 绝对是杀死他的最好时机 但转念一想 毕竟也是在一起生活的人 他现在又没有什么攻击性 就先放过他再说吧 可我刚刚回过头准备下楼 那张大脸再次贴了过来 眼神冰冷地看着我 我 帅吗 这个男人的眼睛长在了胸肌上 他逢人便问 我帅吗 但他只能得到肯定的回答 因为那些说他不帅的人 都被他杀死了 我颤抖着对他说 很帅非常帅 听闻这话 他微笑着转身离开了 见他走远 我把腿变跑 可那怪物却以为我欺骗了他 顿时双目圆睁 撑起四肢跳上房顶追了过来 只一瞬间 那双大眼睛已经近在眼前 避种精神攻击袭来 整个大脑剧痛无比 我痛苦地跪在地上 随着他愈发的加厉 蹊跷不断有血渗出来 这样下去非死不可 我强忍地疼痛 捡起地上的刀子 一刀捅进他的眼睛里 随着电门打开 那怪物的身体迅速干扁下去 咚的一声吊在地上 我摇晃着身体踩在他的身上 举起手中的刀子 对不住了 眼前的危机暂时结束了 但不安的因素 已经在人群中蔓延 罪犯们再次提出 由他们接管这里 这里已经停电了 而李银河的粮食 也只剩四天的粮 四天之后 只有死路一条 而罪犯们 不仅有充足的粮食 还有最关键的 发电机 一旦手机没电 就意味着可以监控 怪物位置的手机变成废体 到时候只有等待着死亡 人烦掏出笔 在地上划出了一道线 想要和他们一起活下去的 就请越过这条线 这无疑是纠战雀巢 但沈中之前说的没错 在这末世 暴力和物资即是权利 周围陷入一片嘈杂 没人愿意率先 迈出第一步投奔罪犯 却使我缓缓地走了过来 有什么区别吗 我静止穿过了众人 迈过了那道线 亲手杀死兰发哥哥 让我心如死灰 想要活下去 我们和这群罪犯 有什么区别吗 我哭着说 周围的人会一个一个地 变成怪物 我们会不断杀死 自己所熟悉的人 知书姐冲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她拼命地安抚着我的情绪 但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 也已经逐渐开始动摇 先是两面三刀的眼睛女 然后是每次第一个 逃跑的光头大叔和短发姐姐 陆续地投靠了过来 沈中见局势差不多了 缓缓地举起枪对准剩下的人 那么我们就该开始交易了 他们对李银河展开了审论 沈中坚信像他这么聪明的人 绝不会被困在这楼里等着饿死 之前的装甲车计划已经失败 那一定还有其他的逃脱计划 但李银河一口咬定 只有这一个办法 于是他和尚宇被囚禁了起来 李银河提起 确实有一个B计划 但太过于冒险 只有他和机械师知道 事到如今 总感觉要杀光那帮人 可说着说着 一股鼻血缓缓地流了出来 李银河也被感染了 他在晕倒之前 用最后的意识说道 替我保密吧 李优知道会伤心的 丧失危机爆发的两周后 幸存的人们被困在一栋公寓内 电力早已中断 粮食也所剩无几 就在这时 暴动发生了 闭火罪犯控制了这里的主导权 而被囚禁起来的领袖 也开始了变异 罪犯们来到停车场 企图寻找领袖李银河 准备的逃脱办法 可只找到一箱子衣服 和床单系起来的破绳子 他威胁机械师 帮他做一些像样的武器 事后便离开了 带他走后 卷发大叔不禁问道 这些破绳子是做什么用的 而机械师却说道 不要小看这些绳子 他们总长超过了一百米 如果无法从地面逃脱的话 我们就要到天上去 而我此刻 正和那个变态的半怪物一起 逐层的搜索楼内剩余的怪物 他的性格极其暴力 提起杀怪物 显得异常的兴奋 我却总觉得那些怪物 变异前也是人类啊 杀死他们 总会有一些愧疚感 想起死去的剑圣大哥 安吉大银 还有大婶 不对 大婶还没死 只是变成怪物 这一瞬间的表情 一股窒息感传来 我拼命地拒绝 可他却说 那我就直接问你体内的怪物吧 随着他手中力气的加重 我脑中像是钻进了什么东西 带着家伙抬起头 微微笑了一声 1408号对吗 我用尽全力踹在他的胸口 挣脱了束缚 谁也不能伤害大婶 赵贤见我为了一只怪物 竟然不惜和他撕破脸面 顿时变得兴奋起来 他的守不住的膨胀 像橡胶一样不断伸长 化作一道残影直奔我而来 我弯腰躲过这一击 不等他第二只手发力 转身向楼梯间跑去 赵贤稍显现错愕 但攻击却没停下 第二只胳膊紧随而至 静止刺入地板 我凌空跃起 一刀扎在他的胳膊上 电流迅速传遍他的身体 不等他反应过来 我拖下背包 扭头跑了回来 在我的拳头即将轰在他脸上时 赵贤的右手却已做好了准备 他顶着电流凝结力量 准备给我致命一击 可这时 体内善良的人格占据了身体 拳头缩了回去 就在这一瞬间 我的拳头已经迎头轰了上来 待他清醒之后 善良的人格重新占据了身体 我向他解释了大神 只是善良的怪物 他变成了一个婴儿 绝不会伤害人类 赵贤也相信会有这种 特殊的怪物存在 但沈中逃回家里之后 却目睹了亲人的惨死 自此他对所有怪物 都要斩尽杀绝 被他知道大神的存在 定然不会留下活口 我们决定还是先去 1408号探查一下 终于回到了这久违的房间 赵贤怕体内的人格失控 留在楼道里等我 我缓缓地推开卫生间的房门 但里面的婴儿已经消失不见 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茧 女人惨死在卫生间里 可她的尸体 却变成了一个两米高的婴儿 随后慢慢地化作了一个茧 赵贤听闻声音跑了进来 可身为半怪物的她 也从未见过这种东西 我贴上去听了厅里面的动静 阵阵心跳声传来 这东西还活着 赵贤当机立断 这种未知的东西 绝不能任由她孵出来 我刚想阻拦 却被她一把甩飞了 只见她的右手 化作一把利刃就要刺破那箭 可举起的手臂突然失去了控制 颤抖着无法落下 难道怪物在保护那个 像残茧一样东西 照弦见状 左手掏出喷枪 想用火点燃怪物 右手却猛然一个肘击 打晕了自己 我拎起刀子对准残茧 如果怪物在保护她 或许消灭掉这东西 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心底的善意 让我也迟迟无法下手 这时知书姐找了过来 听过我的描述 她也觉得 消灭她才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有感情不假 但世界变成这个鬼样子 因为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责任 说把她一把抓起喷枪 再捡上淋上汽油 可刚准备动手点燃的时候 照显醒了 是暴力的人格 把火机的火光印在她的脸上 如同地狱来的鬼魂一般 不等我们反应过来 那火机脱手而出 瞬间点燃了残茧 可就在这一刻 无数嚎叫声从四周传来 公寓外围的怪物们 像是被人触碰到了禁忌 拼命地朝这里涌来 前一秒还在凝笑的赵贤 马上严肃了起来 伴怪物的踏 对怪物的感知更加强烈 他一把关上房门 很明显楼内的怪物 已经率先找了上来 赵贤进入战斗状态挡在门口 事业我们都退后 让他来对付 但很明显 这里的怪物不止一只 多里破碎的声音响起 那只像蛾子一般的怪物 出现在了窗台之上 他的爪子一下 缠住智书的腰 就要把智书拽下楼去 尽管我反应迅速 却也只抓住了智书的狼牙棒 尖刺瞬间刺透手掌 我颤抖地说 姐 千万别放手 而赵贤那边 他的手指划走尖刺 隔着门板就刺穿了外面的怪物 可踹开门出去 走廊里 却只留下一串血迹 看他解决了战斗 我拼命地喊着他来帮忙 但试杀的他眼中只有杀戮 留下一句你自己解决吧 就去追踪那受伤的怪物了 手掌已经变得鲜血淋漓 顾不上疼痛 我硬生生地往前钻了一截 终于抓住了智书的肩膀 但那怪物的力量太大 我这点力量根本扛不住 体内的怪物 把你的力量给我 智书看着我逐渐发红的眼睛 担心我就此变成怪物 拍开了我的手 眼看智书就要被抓住窗外 我飞身一跃 再次抓住了他的手 右手总摸起掉在地上的电刀 姐 对不起了 我一刀刺在怪物身上 电流一瞬间贯穿我们三个全身 很快那怪物失去意识跌落下去 但智书已然陷入了昏迷 我拼命给他做着心肺复苏 过了好一阵 终于苏醒过来 我紧紧抱住他 干嘛 干嘛要跟我到这里来啊 可那怪物丝毫不给我们温存的机会 一阵翅膀煽动的声音响起 又回来了 当可爱的鹅子长到两米 将变得有多恐怖 他轻松地击碎玻璃 想要抓走房间内的女孩 幸好我们先一步跑出房间 隔着铁门启动电机烧焦了他 但怪物并不止这一只 顺着血迹我们来到楼道 赵贤追击受伤的怪物 跑到楼上去了 我正纠结要不要去帮忙 智书却说 我们应该下楼去救尚羽他们 而此时的尚羽 早已打晕了守卫跑了出来 他和李银鹤来到大巴车内 但这里哪有食物和发电机 那群罪犯彻底地骗了我们 他们的冷藏箱内 装满了人类的碎块 尚羽疑惑他们 是不是靠吃人活下来 但李银鹤却分析到 这些肉早已腐烂 不像是食物 他们能安全地到达这里 或许是一路上 用这些肉吸引怪物的注意 而就在这时 四周的草丛里 无数的怪物涌了出来 缓缓地向大楼逼近 尚羽担心李银鹤受到危险 一拳打晕了他 然后拿起装满尸体的箱子 一个人出去吸引怪物的注意 即使是末日 他也要进到警察的指责 保卫大家的安全 那群怪物见到活人出现 拼命地追赶他 上羽边走边扔尸块 终于把怪物们 引到了树林里 可在这里 他见到了毕生难忘的场景 树林的空地上 排放着无数个个残碱一样的东西 而他在树上 亲眼看见一个东西 从里面破解而出 与此同时 赵贤追击受伤的怪物来到楼顶 可这里哪有什么怪物的踪影 只有一个裸体的女人 那女人回过头 一双清澈的毛子 看向赵贤 可这一切 却被身后的怪物打扰了 连人带强轰的粉碎 只是在一回神的功夫 那女人却鬼魅地消失了 一楼的人们 也发现了怪物的入侵 沈忠见情况到了如此 顾忌重施 一把扭断了光头书的脖子 吩咐白虎把他的尸体剁碎 然后去二楼待命 要是有怪物靠近 就扔尸体出去吸引他们 这一幕恰巧 被刚下楼的我和知书看到了 我冲上去要教训这家伙 却被他一拳锤在腹部 他反手制服了知书姐 威胁着我不要乱动 就在这时 李银鹤从背后 一棍子敲在他的头上 他掏出上语留下的 左轮指向沈忠 这种披着人皮的怪物 就算是全杀光 也没关系吧 可沈忠却笑了 你不敢开枪 因为一旦开枪 就会把所有怪物都吸引过来 你敢吗 李银鹤眼神一冷 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你们这些大人 总以为所有事 都在掌控之中吗 见他马上要扣动扳机 我紧张拦住 李银鹤 如果我们活下去 就去看玛利亚的结局片吧 李银鹤在上映之前 会有底片的对吧 他却哼了一声 傻子 现在都是数码时代了 美来的底片 白虎满头黑线 现在都什么结果眼了 你们还有心情讨论动画片 可就在这时 一只怪鸟样的怪物 撕破了蔚蓝 尖刺般的利爪 瞬间洞穿了他的身体 这个强奸犯 正在厕所里 偷偷看小黄叔 但想到如今 已是世界末日 美女也变得索然无味 可他刚推开厕所的房门 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就站在走廊中央 他兴奋地冲上去 却没注意到 一个蝙蝠状的怪物 就倒立在他身后 片刻之后 鲜血溅满了楼道 他的胳膊已被啃食殆尽 但咀嚼和撕咬还没有停止 男人眼神透露着不甘 鼻鼻血 缓缓地流下 而此时的一楼早已失手 无数的怪物冲破大门涌了进来 沈中举起光头的尸体 砸向怪物 但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怪物大军 这点攻击已然杯水车薪 李银河当即决定放弃一楼 所有人推到二楼 他拜托我们带走他妹妹李优和孩子们 而他自己 则要到地下停车场寻找机械师大叔 毕时间场面乱作一团 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向楼上跑去 短发姐姐因为跑得太慢挡住了门口 被沈中与把推到一边 陆宁刚想拉着他进来 却见一条细长的舌头拖走了他 然后鲜血喷洒了出来 眼睛女吼着 快关门了 他已经死了 别把怪物放进来 但自己 却头也不回地向楼上跑去 他并没有在二楼停留 反而不听陆宁的劝阻 一路向上 因为他知道 二楼的尸首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活人会为他拖延住怪物 但到了十楼的拐角处 壁滩鲜红的血液映入眼帘 他害怕了 想要回到二楼去 但此时 一双皮靴出现在身后 是被啃食的只剩一半的强奸犯 他两眼放光 死死地盯着眼镜女 是女人 这家伙在冰死前 竟然开始了变异 那怪物见识同类 也停止了啃食 现在他见到女人 体内的欲望 被激发得更加强烈 整个身体变得扭曲 就连断掉的手臂 也开始了再生 眼镜女健壮一把推翻了他 男人恢复了些神志 他看着眼前的眼镜女 色眯眯地说道 妹子都到这份上了 要不就 话还没说完 却被眼镜女拒绝了 男人倒也不生气 可眼镜女却突然发难 他冲上去死死 按住男人的脖子 怪物就该趁着 这个黄金时刻杀掉啊 眼镜女发狂一般的用力 男人很快停止了扭动 可谁知杀了人的 他不觉得害怕 反而阴森地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 男人一拳轰在他的脸上 连眼镜都打飞了数米 炸死的男人摇晃着站起身子 紧剩的一只手 胡乱地截着皮带 顺时就骑在了眼镜女身上 就在这生命的最终章 即将奏响之时 避之力剑破空而来 是陆宁 他终究还是担心 眼镜女的安危 在后面跟了上来 两人很快制服了男人 将他绑了起来 眼镜女要趁机杀了他 想借用陆宁的手弄 但陆宁却对他 多少有一些忌惮 不太想交出去 男人哈哈地笑了出来 你看你这人 是多不招人待见 人家就是不给你 可下一秒 他却笑不出来了 因为那个鬼魅的女人 再次出现在走廊的镜头 一个是因暴力执法 被开除紧急的警察 一个是抢夺 球车越狱的汉匪 这一对宿敌 终于在末世之后 迎来正面对决 就在刚刚 所有人被怪物大军 追上楼梯 而沈忠却带着人帆 从二楼跳下 悄悄逃进大把车内 准备跑路 可这时 吸引怪物注意的 尚语去而复返 阻拦住他们 怪物正在向楼内 不断涌入 必须用大巴车 挡住入口 但沈忠怎么会 轻易交出钥匙 两人瞬间站坐一团 但没了法律约束的末日 在死人堆里 滚过一圈又一圈的 沈忠很快站去了上风 几拳轰在尚语脸上 一脚踢的他倒飞了出去 可没想到 被打翻的尚语 却黑黑的笑了起来 他缓缓地站起身 亮出了大巴车的钥匙 原来他一直故意地示弱 就是等待沈忠 放松警惕的时候 趁机偷走钥匙 沈忠见状不顾一切地 冲了上去 这不只是车钥匙 这还是现在 唯一存活下去的希望 但尚语此刻 已不在手下留情 两人同时出拳 轰在对方脸上 尚语却快人一步 紧接着一拳 锤向沈忠腹部 不等他反应过来 耗着沈忠的柏领 用力丢了出去 沈忠摇晃着站起身子 嘴里大骂着蒲尚语 还想再冲回车内 但此时 楼内的怪物 已被外面地打斗声吸引 一只条形怪物 走出大楼 可沈忠来了场对视 接着一口老痰 喷在他的脸上 这年夜 似乎有着极强的腐蚀性 很快沈忠的面部 惊呼溶解 撕心裂肺的吼叫 响出了整座大楼 他的视线逐渐模糊 听了也极为受损 仅凭借着感觉 奋力冲向那怪物 一拳打晕了他 沈忠摸索着向前走去 可没走几步 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想起家人的惨死 想起这半生 一次次的死里逃生 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这里 可这时 扁出树林里 一条触手猛然升起 一把套住沈忠的脖子 将他拽进了树林 消失在这茫茫的夜色之中 尚语趁机发动大巴 撞碎了刚要起身的怪物 用大巴车 牢牢地堵住了一楼的门口 就在此时 一股巨大的爆炸声 由地下停车场传来 留守在那里的机械师 迎来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就在几分钟前 我们带着孩子们和李游 终于等到了迟迟赶到 二楼的李银河 他和卷发大叔 从地下室搬上来 一箱子布条和一个奇怪的机器 原来他的最终计划 就是用大叔制作的这个装置 把布条绑成的绳子 射到公寓的后山上 楼顶到那里的距离 大概八十米 这样就可以连接出一条锁道 供我们从楼顶逃到山上 地面的路已经被怪物堵死 我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从空中逃脱 而此时我却反应过来 既然你们从地下室来 那机械师大叔呢 李银河默默地低下了头 他决定留下 大叔已经出现了变异的征兆 他要用自己最后的生命 为我们挡住地下室的怪物 但此时 怪物已经一步步逼近 大叔的身体开始剧烈地扭动 便已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他看向自己的断肢 低声自嘲道 没想到 我的欲望竟然仅仅是这个 他放下了瞄准自己的枪 兵器油桶站了起来 你们这些怪物 一个都别想从我这里过去 说爸爸油桶丢了过去 那本该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发子弹 轰然引爆了油桶 整个地下室 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这个大叔十年前失去了一条腿 如今那条断肢 却以一种奇怪的速度生长出来 原来他感染了一种病毒 那东西会根据宿主内心 最深处的欲望 诱惑人类失去理智 沦为一种全新的怪物 几年前大叔因为就一个孩子 永远地失去了左腿 刚开始媒体还大肆报道 鲜花和奖辈围绕着他 可很快 人们就去追逐下一个热点 这个一无是处的残疾人 消失在了大众视野 残缺的身体无法再去工作 大叔失去了收入来源 不久后 老婆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本以为后半生 就会这样在懊恼和悔恨中结束 可世界突然爆发了丧失病毒 大叔他再次站了出来 拖着残破的身体 爆炸声响彻大楼 在二楼的我们 也听到了这声音 我一定要把大叔带回来 不理会他们的劝阻 我一头钻回楼梯 可这时一只三只眼的怪物 已经撕破楼门挡在面前 时间不多了 绝不能抛击大叔 我双脚蓄力 身体犹如子弹般射了出去 一脚踢在怪物身上 巨大的力量连带着怪物 轰穿了墙壁 没了怪物的阻挡 很快来到了停车场 可大叔此时 已经被炸得奄奄一息 我颤抖着扶起他 大叔 我带你一起走 他虚弱地指着 自己怪物化的左腿 小子 我马上要变成怪物了 谢谢你能来找我 这个被架抛弃的人 对不起没能保护好你们 傻孩子 一定要活下去 我能感受到大叔的力气 在我怀里一点点流失 他缓缓地举起手 似乎看见了家人离开的背影 眼角一行热泪流下 好想再 见到家人了 然后那举起的手臂 轰然落下了 大叔死了 我抱着他的尸体不住地嘶吼 为什么好人 好人就要一个个地死去呢 可就在这时 一双赤裸的脚出现在身后 我回头望去 是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 他缓缓地向我走来 然后又突然仰天长叹 现在开始 就是我们的时代了 我被这几句话搞得不明所以 他到底是怪物还是人类 看着他一步步逼近 我正犹豫要不要动手 那双手却突然搭上我的肩膀 双目对视 大脑一阵刺痛传来 再次睁眼 我又进入了幻境之中 体内那怪物笑音音地说道 车贤秀 我终于知道我们是什么了 只要是人类 就会有欲望 欲望就像是毒药 会摧毁一切 本以为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 但我们都错了 当和这男人一样 满足所有欲望之后 就会失去所有的感情 失去所有的欲望 进化为永远幸福的 新人类 而我们 就是你们的灵魂啊 和我一起 去迎接新的世界吧 我没有理会这疯子 一拳轰在他的脸上 因为我还有 我要去保护的人 猛地睁开眼 我终于回到了现实 闭拳锤在那所谓的 新人类脸上 可他 还是没有任何表情 他一边靠近我 一边对我说 我们没有所谓的 痛苦笑容和恐惧 但你呢 你所害怕的东西 就在你的身后 你确定你能接受 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吗 这时身后 传来一阵稀疏的动静 我慢慢地转过头 眼前的一切 却让我站立不已 大叔他 已经彻底变异 摇晃着身体 正向我走来 这是一场 最恶毒的人性抉择 当身边最亲近的人 变成丧尸走向你 你会选择逃走 还是拿着武器冲上去 或许这一切 都是那个新人类搞的鬼 我拎起刀子直奔他而去 可变异的大叔 却猛然跃起 一脚踢翻了我 那个新人类 高高在上地看着我 面无表情地对大叔说 那 就辛苦你了 说吧转身离开了这里 我握着武器的 守不住的颤抖 即使大叔已经变异 但我依旧很难 对曾经最亲近的人下手 而大叔就像是 得到了命令一般 冲着我不住地嘶吼 砰的一声 他高高跃起 粗壮的左腿直奔我而来 我侧身躲过这一击 眼含热泪下定决心 要了结掉他 休在这时 尚语大叔举着盾牌 撞飞了大叔 他微微侧目 小孩子靠边站 我们大人要好好续续久了 只见大叔那变异的 大腿猛然耕地 身体犹如子弹般射出 瞬间踹在盾牌上 厚重的钢板 蹲尸被轰得扭曲 尚语死死地抗住这股力量 咬紧牙关 反手一推 将大叔掀翻出去 不等他站稳 启动盾牌的闪光灯 一股强光闪过 大叔眼睛陷入暴芒 尚语抓住这一刹那 扔掉盾牌冲上前去 将大叔推进了火海 火焰很快吞噬了他 大叔不断痛苦地号叫 尚语捡起地上的木棍 刺进了大叔的心脏 他的痛苦结束了 周围陷入死一样的寂静 我们草草盖住了大叔的尸体 尚语找到了 被大叔修复如初的武士刀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向楼上进发 和大部队会合 原反也说道 如果和赵贤在一起 会安全许多 他曾经以一己之力 同时对抗四只怪物 就这样我们三人 向着楼上进发 知书姐 千万不要有事 尚语也在心中默念着 陆宁 平安等我 而陆宁在不久前 也遇到了那鬼魅的新人类 这个裸体的女人 如同鬼魅般出现在走廊里 再次见她 强奸犯被吓得瑟瑟发抖 她 她是怪物啊 陆宁很疑惑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个人啊 但眼镜女却对怪物极其的敏感 她说当时保安大叔 不也是保持着人类的模样 结果呢 结果被她杀了那么多人 现在女人 根本不回答众人的问题 只是自顾自的一步步向前走 贬金女断定着 一定是指怪物 她一把抢过陆宁的手弩 一剑射爆了女人的头 陆宁有些奇怪 从没见过一只剑 就能杀死的怪物啊 她走上前去摸了摸女人的脖梗 阴沉着脸说 她死了 你 杀人啊 眼镜女如遭雷击 可这时强奸犯却黑黑的笑了起来 那东西 居然是人 就连我都没杀过人呢 小生不断冲击着眼镜女的心理防线 她只觉得一阵天选地转 默默地扔下手弩 从口袋掏出一把刀子 慢慢地走向强奸犯 都怪你 反手一刀 强奸犯的喉咙顿时被割裂 陆宁见这封女人片刻之间 就连杀两人 被吓得连连后腿 她劝着眼镜女把刀子放下 她知道他们都是怪物 但眼镜女却疯癫地笑了 你说你知道 那你为什么 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说半忙地冲上去 就要连陆宁一起灭口 陆宁拼命地按住她的手臂 可瘦弱的她怎么是眼镜女的对手 眼看刀子一点点靠近身体 那强奸犯竟然站了起来 双手死死地勒住眼镜女的脖子 臭婊子 想要杀我 那我就先弄死你 她一口咬住眼镜女的耳朵 用力就要撕咬下去 就在这时 碧枝狼牙棒猛然轰在她脸上 是大不对赶了上来 而楼下的怪物们似乎更加癫狂 已经追到了楼下 李银河看着地上的尸体 心中的想法得以印证 这种人类就是1408号房子里 那种残碱孵化出来的 是怪物第二次进化的产物 怪物们在有意保护这些碱和人类 所以破坏掉它们之后 这些怪物全部进入了狂化 我们惹了不该惹的东西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是马上挡到顶楼去 扁看众人马上就到到楼顶 但怪物此刻已经近在脚下 知书独自留在了15楼 他回到自己家的门前 心里泛起不甘 但如果没人拖延住怪物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再微小的可能性 也是希望 就让我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 来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 这个男人追着一个裸奔的女人 来到天台 可那女人竟然鬼魅地消失了 他四处张望 却感觉身后阴风阵阵 似乎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正在靠近 他右手化作立杖猛然回头 可身后却是空无一物 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鹅子 已然贴了过来 不等赵贤反应 腹部已被割得皮开肉绽 鲜血喷洒出来 而那鹅子 却已经扬长而去 不想到还有会飞的怪物 这伤势比想象中的更加严重 可那鹅子 必无限增长直奔鹅子而去 现一技步中 另一只手接踵而至 可都被那鹅子轻松地躲过了 随着鹅子刷的一声掠过头顶 又留下了两道伤口 赵贤顿时发觉 在这种空旷地带作战 对自己极为不利 躲着鹅子的攻击 转身钻回了楼内 那鹅子见他躲了起来 也不着急进攻 反而是在空中不住地盘旋 这时楼内的赵贤泛起了嘀咕 会飞的怪物极其难缠 可楼下也都被怪物包围了 即使实力再强 也是双拳弹地厮守 贸然突围绝无胜算 修在绝望之际 体内另一个善良的人格 说我有办法 把身体的控制拳给我吧 拿到控制拳的赵贤 背着手 缓缓走出天台 那鹅子立马急速俯冲而下 只见赵贤举起手臂 却不是出拳 而是拳头连带着 所有肌肉和骨骼 急速地向后压缩 在鹅子贴近的一刻 极具压缩的空气 连带着碎石 犹如现弹般 瞬间击碎那鹅子翅膀 受伤的鹅子缓缓下坠 赵贤左手画拳 一拳把他轰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 身后一阵人声传来 原来是大部队 终于赶到了楼顶 李银鹤向他 说明了自己的计划 但怪物已经尽在支持 还希望赵贤 能够帮忙阻拦一段时间 直到这事众人才发现 志书不知道 什么时候不见了 可眼镜女却 还在催促着安装装置 没时间去找他了 不过这次赵贤 赞同了他的说法 因为怪物已经上来了 他让李银鹤 快点按他的机器 这里他会尽可能挡住 只见他闭上双眼 感受着冲上来的怪物 一头两头 妈的 根本数不过来了 就在这时 一阵巨大的贝斯声响起 大多数怪物扭头 又冲回了楼下 李银鹤听到贝斯 瞬间明白了一切 快 志书姐为了给我们 争取安装的时间 把自己当作了诱饵 这个世界充满了 对声音极度敏感的怪物 只要发出一点声音 就会引来怪物包围 可这个女人 却要在这时敲响了贝斯 因为她要用自己的生命 去吸引怪物 给其他人活下去的机会 志书连接好音响 点燃一支香烟 你们不是一直反感 我在房间里练琴吗 今天就让你们听听 什么才是 史无前例的演唱会 随着琴弦拨下 震耳欲龙的声音响彻黑夜 所有的怪物 发风一般向他重去 本就变形的铁门 很快就要承受不住 志书拎起贝斯 就要做最后的抵抗 这时我从窗户 茫然跃了进来 燃碎裂 我一把把他拦在身后 姐 我来保护你了 毕刀刺激那群怪物 奋力把他们推向门外 任由他们攻击我的身体 我的双目赤红 身体也已变得惊呼怪物 再听到琴声的那一刻 我还在楼梯里 这样下去志书 必死无疑 于是我向体内的怪物 许下了愿望 获得了他的力量 我本想许愿救下所有人 当怪物对我说 怪物化后 人类只能是敌人 不过或许可以 救下这个谈被死的女孩 至今还能抵抗住我诱惑的你 就算怪物化了 也能在短时间内 维持住自我意识 所以我终于赶在 怪物破门前救下了志书 而此时楼顶的战斗 也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大部分怪物被吸引走 只剩下三只跑了上来 照弦双臂不断挥舞 有如一副当官之势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纵是尽数甩飞那些怪物 但自己的右手 也被怪物斩断 幸好在这时 李银河的装置终于发射成功 铁钩牢牢地挂在后闪的树上 一条逃生锁到 终于搭建完成 不过滑轮却只有三个 其余的人只能靠逼里爬下去 李优和陆宁各被一个孩子 用掉两个 就只剩下最后一个 不等别人开口 眼镜女可怜唧唧地喊道 给我吧 就只有我是女生了 我的力气最小 赵贤和卷发大树都没什么意见 李银河也不再说什么 一切准备妥当 陆宁背着孩子 第一个滑了下去 接着李优也成功地到达地面 看着李优安全了 李银河淡淡地说了句 保重 接着逃出左轮转身就要离开 各位 我已经被感染 随时会威胁到你们的安全 自此 你们就分道扬镳吧 我会最后 顾你们一成周全 眼镜女此时也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谢谢你 救了我这个早就该死的人 她目送完李银河下楼 转身上了滑锁 正当她思索着 逃出生天以后 一定会担起责任 照顾好其他人的时候 避之力找 撕裂了她的胸膛 眼镜女死了 被那只巨大的鹅子撕开了胸口 从十五楼掉下来 摔得粉身碎骨 那鹅子在空中盘旋一周 转身又奔着楼顶而来 赵贤躲在围墙之下 对着卷发大叔说 不要怕 喊出声 剩下的交给我 卷发大叔下定决心 现在活下去只能相信这个男人 拼命地吸引鹅子的注意 就在鹅子扑到面前的一刻 赵贤猛然出手 死死地抓住那鹅子 猛地砸在地上 滑过地板旋转一圈 奋力扔向空中 触上 你再飞回来试试看 然后转头对大叔吼道 还愣着干嘛 走啊 看着大叔缓缓地下走道 赵贤提着的心也稍稍松了下来 可这时却突然感觉到 怪物们 再次集结了 与此同时刚刚下楼的李银河 正巧看到尚语躲在楼梯的拐角 十五楼的楼道里 已经布满了怪物 李银河拍了拍他的肩膀 尚语吓得半死 提醒李银河小点声 别把怪物引来 可李银河却不做理会 竟知走进楼道 拍了一枪 或许是感觉自己时日无多 他要和智书一样 为其他人吸引怪物的注意 争取逃命的时间 而这一声枪响也确实让我压力骤减 堵在门口的怪物注意力被他吸引 我奋力一推 终于冲出了房间 刀子死死地把他们钉在墙上 现在你们猜猜 我是人 还是怪物吧 我按动电刀开关 电机连带着怪物 贯彻我的全身 强忍得疼痛咬牙吼道 姐 趁现在 快跑 与此同时 尚语和李银河也同时出手 一时间所有人陷入苦战 整个楼道挤满了怪物 断肢和血肉横飞 犹如修罗地狱 可就在这时 电池没电了 电机停止 那怪物瞬间发难 他猛然出拳 堪堪被我用手拦住 后面一只的舌头也同时刺出 可我现在腾不开双手 张嘴死死地咬住 也顾不上恶心 一脚轰向他们 整个墙壁 瞬间碎裂 一时间所有人 连同怪物都愣住了 我从短墙中走出 犹如地狱来的死神 吐出了嘴里撕碎的半截舌头 怪物们很快反应过来 第二轮攻势即将开始 就在这时 赵贤及时赶到 他的手臂已经恢复 趁着怪物们没注意到他 双手猛然刺出 化作无数利刃 洞穿了所有怪物 请客之间 危机暂时解除了 只要去楼顶通过滑锁 我们就能逃出生天 李银河此时 还准备再说出那套 自己被感染 不和我们一起走的话 却被尚羽抓着脖领 拎上了楼去 楼顶战斗的痕迹历历在目 仁凡却还在这里没有下去 他哆嗦着说 我 我恐高 赵贤你能不能背我一下 可就在这时 赵贤和我却同时感觉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险正在靠近 仁凡颤抖着回过头 一只巨大的怪物 就在他的身后 是沈忠 他刚喊出一声老大 却被那怪物一巴掌 扇下楼去 这是甜蜜家园 没有拍出来的片段 无数人期待的决战 让人类被欲望驱使 会变成何等恐怖的怪物 那晚身处重伤的沈忠 被怪物抓走后 拼死干掉了那只怪物 在拼死之际 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新人类 那人很欣赏沈忠的勇猛 所以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就这样沈忠被改造了成怪物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尚语剑撞第一个冲了上去 可武士刀砍在沈忠身上 竟发出铁器碰撞的声音 随即长出几只刀钩 轻松折碎了武士刀 幸好尚语反应迅速 躲过那致命的一种 这时赵贤出手 缠绕上沈忠的手臂 却被他轻松挣脱 见沈忠的力量如此恐怖 我飞身跳到身后 准备从背后偷袭 却被他一把抓住 然后猛然砸向地面 纵使我有着半怪物的身体 这一下也让我骨骼尽碎 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 接着他胸口那张嘴 发出一针怒吼 狂风夹带着阴露 吹得众人动态不得 这时每个人都不住地颤抖 但身体却已经不听使唤 这是弱者面对不识者 最本能的恐惧 就连战力最强的赵贤 也被吓得满头大汗 这时体内暴力的人格 拿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越强的对手 似乎越能让他感受到兴奋 他挥舞着力爪直奔沈忠而去 另一只手则向后喷射空气 短时间内将速度提到极致 沈忠的脑袋太高了 赵贤瞄准心脏 准备一口气把他挖出来 只是一瞬间 胜负一见分晓 赵贤一脸笑意看向沈忠 可此时疼痛感却刚刚传来 他的半边身体已然消失不见 直到倒下的那一刻 赵贤还不肯相信 为什么那么大的躯体 速度还能这么快 此时沈忠随手一扇 掌风夹带着碎尸飞向众人 这一颗颗石子犹如子弹般 激起一阵烟雾飞舞 待烟雾消散之后 所有人都躺在了地上 空气中充满了绝望的味道 这时我缓缓地开口了 喂 放开我 这时他才想起 手里还捏着一个我 随手把我扔向一边 缓缓地走向上语 李银河扔出没有子弹的左轮 打在他的身上 摇晃着躺在上语身前 却也被他一把甩飞 这场实力悬殊的对决 所有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 智叔捡起一块石头 嘴里喊着 还没 还没结束呢 在他冲上去的前一刻 我拦住了他 姐 赶紧跑 我缓缓地走向沈中 身体不住的膨胀 被一团团血肉所缠绕 直至包裹我的武器 对不起我不能守约了 答应你的那首歌词 我是写不了了 不过歌名倒是有一个 舅舅 美满的 驾 随着我在内心世界打开那大门 车弦秀彻底变为守护骑士 还一跃而起 一击刺穿了沈中的身体 无数血肉犹如下雨般淋在他的身上 车弦秀缓缓转身 却不理会智叔的呼喊 长枪猛然出手 直奔智叔而去 幸好尚语即使扑下 这才捡回一命 尚语拉着哭喊的智叔 快跑 他已经是怪物了 眼看车弦秀一步步地靠近 这时李银鹤挡在了面前 真可惜啊 车弦秀 没办法一起去看玛丽亚的结局了呀 话说一般 李银鹤的身体被车弦秀单手贯穿 他咳出一口鲜血 车弦秀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欲望吗 那就是 挡住你 救活所有人 只见李银鹤的身体拼命蠕动 一团团军司般的物质疯狂涌出 车弦秀还想挣脱 却被李银鹤死死地抱住了 那军司越来越多 将两人牢牢地捆在一起 随着李银鹤一声怒吼 整个身体爆炸开来 化作一团巨型的肉球 彻底封印住了车弦秀 幸存的人终于安全了 这一夜大家失去了太多 他期待他心爱的人 能够像以往一样突然出现 但这次 奇迹并没有发生 不知过了多久 天空中下起了雨 那一团肉块慢慢地碎开 露出了两个残茧 其中一个慢慢碎裂 重生后的车弦秀 缓缓走下一楼 像之前新人类所说那样 他已变得没有感情 这时志书遗留的手机 吸引了他的注意 主页便是志书录的那首曲子 轻轻按动波放键 熟悉的曲子传来 两行热泪 缓缓地滴在了手机上 世界被毁灭的半年后 幸存的人们在焦土之上 建造起新的营地 孩子们茁壮成长 陆宁也和尚宇有了新的进展 理由还是时常会想起哥哥 但此时的他 已不是当初那个懦弱的小女孩 志书一遍遍弹奏奏着那首曲子 甜蜜家园的音符跳动在每个人心中 现在的人们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但总感觉 少了一些什么人 卷发大叔站档时 还是时不时打着瞌睡 但他现在 也已经淡起了男人的责任 突然某一天 孩子们冲进帐篷找到志书 一个久别的孤人 找到了回家的路 车贤秀披着斗篷 来到了营地之外 志书的泪水夺满眼眶 他疯了一样的冲出去 紧紧拥抱自己的爱人 姐 我回来了 在之后的某一天 一个男人在无数怪物的保护下 来到了影院门口 是成为首领的李银鹤 他来赴他那场 久违的约定 车贤秀缓缓坐在李银鹤的身边 这场电影 始终还是没能上映 遗憾吗 但李银鹤却说 遗憾 人类的感情在我身上 已经所剩无几 车贤秀 你是背叛同族的人 还是被那群吓等的 就人类当作保护盾的可怜虫 见车贤秀愤然起身 他却依旧没有任何波动 而是继续说道 转告理由吧 作为哥哥 我已经对他没有任何感情了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你我 注定是敌人